加入的會員除了專享風雲谷會員專屬影片之外 還會有專為會員而設的特別內容 外景特輯和直播互動等等 而我們也籌備專為會員而設的限量珍藏紀念品 當然不少得得意可愛的風雲貓 陶先生和鮑Sir親筆簽名的postcard等等 作為對於大家長期支持風雲谷的一點心意 各位想做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欄點擊最上面的連結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會員專享之外 你還可以在直播或首播時段 使用專為各位會員而設的陶先生筆記 下一階段更加會有鮑Sir和風雲貓的筆記 而在你的名字旁邊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頻道會員分帳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各位支持者的一點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還可以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兩位的Patreon 除了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恭各位下載隨時收聽之外 亦有陶先生和鮑Sir更多的文章和節目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執 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風雲谷團隊一定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攜手 翻山越嶺 走到黎明來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美國聯同盟國對中國的圍堵逐步收緊 最新的消息就是荷蘭和日本都答應 向中國限制出口這個晶片 為什麼這樣做呢?當然有原因 原來全球只有美國抵制中國的晶片是沒有用的 如果其他的盟國包括德國這些 這些是對著中國的大市場流口水一旦動搖 任何這些歐洲國家都形成了一個後門 現在就被美國發現其中一個後門就是荷蘭 據揭發去年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後 荷蘭立刻就對俄羅斯發動全面制裁 這個沒有問題了 和美國同一陣線 誰知道最近一份調查報告就發現 兩家荷蘭廠商製造數百萬粒晶片 竟然透過第三方流入給俄羅斯軍隊 這個第三方就是中國 這件驚天的新聞是由荷蘭的公共電視台 是透過實踐新聞自由來發現的 為什麼俄羅斯那裏竟然有荷蘭製的晶片呢 這調查的記者就抽絲剝繭 步步追蹤 終於發現原來中間做鬼的那個就是中國 如果是這樣 對香港和對中國有什麼連鎖效應呢 因為其實在全世界除了荷蘭擁有一個光刻機的先進技術之外 日本都有能力製造這些先進的半導體設備 最近荷蘭和日本華盛頓郵報的報道 和紐約時報的報道 透露一個消息就是同意和美國一起禁止向中國出口 這個部分最尖端的設備 因為如果大家記憶猶新 應該記得在之前 拜登政府就限制了對中國的晶片出口 還沒有完全限制製造晶片的光刻機 和一些半導體技術 這次其實是經過了長時間 拜登政府向荷蘭施壓 因為荷蘭一直都不太願意完全配合美國的制裁行動 因為始終它的光刻機是在中國大陸有很龐大的市場 即使不出產或者不出口 這些最高級那隻光刻 它都希望將一些二手的 或者中階技術的光刻機賣給中國 但是隨著這宗新聞在這個時候爆出來 就是說這個荷蘭生產的晶片通過中國大陸轉售給俄羅斯 那荷蘭和日本的態度就180度改變了 就願意和美國配合去阻止這些製造晶片的機器 就輸去中國大陸和俄羅斯 所以這次如果真是成事的時候 我想有人打個譬如說 中國大陸會進入了一個技術的寒冬 因為制止了晶片和製造晶片的機器入口之後 其實中國大陸的科技和軍事技術 將會再進一步落後於歐美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拜登政府 志在必得也都一定要實行的一個最新的限制措施 而其他國家會不會繼續跟隨呢 我相信都應該都不會意外 應該都會聯同所有的陣線 一起限制這些晶片和晶片的製造機 向中國大陸出口 不用問了 中國自己放棄鄧小平的韜光養佩政策 戰狼外交 再加上厲害了我的國 再加上千人計劃 再加上宣稱叫東升西降 再加上兩個自信和兩個確立 再加上一早已經多次宣示 中國是由習近平這位偉大最高領袖 為全人類為世界指名方向 再加上中國是一早已經決定 要打造一個叫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些種種的重大宣布這麼多年累積 就是告訴美國 我要取代你做一哥 這個復笔其實早在奧巴馬做總統的時候 中國當時剛剛上任的習近平訪問美國的時候 就說太平洋這麼大 完全可以容得下 中美兩國是一起去巡航 這句話 奧巴馬聽了就打過得 但就不出聲 沒有反應 就是說 整個太平洋我要分一半給你 你登堂入室 走進來我的洋樓 然後說 叫我把這層樓的業權分一半給你 然後你上床就牽屁 還叫你的家族大小小 進來煮飯搬東西 這個世界哪有這樣的事呢 美國自從1945年以來就做了世界警察 根據聯合國的憲章 根據這個和邱吉爾當時 羅斯福簽訂的叫做大西洋憲章 裡面的條文就很清楚 美國是世界當人不養的警察 所以跟著一連串的聯合國 海洋法和世貿組織等等 都是按照美國的精神和文明去制定 所以現在中國是一早已經屠窮避現 說明是要打破美國的秩序 而且不是只有講詞 真的是透過各種各樣的途徑 奪取它的晶片 購買又或者盜竊 或者派留學生走來學 現在就被荷蘭電視台踢爆 在荷蘭拿來做後門 走來買這個光刻機感中得了 所以當然要去封這些後門 正所謂亡羊寶魯 那電視台 連中國的企業也有 名字叫信樂電子 叫Sino Electronics 名字很帥 好像有英文名字 原來這家公司一早已經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制裁 但是歐盟還沒有制裁 注意這件事 現在美國意識到自己制裁都沒有用 一定要歐盟一起制裁 你也知道荷蘭、德國、英國這些 全部都是執行科技之牛耳 現在荷蘭和遠東的日本 那邊已經正在上螺絲 現在剩下什麼呢 其他雖然不是光刻機和晶片 但是這些相關的配套 高科技的設備和儀器 德國是不是要自己聰明呢 這件事令我立刻警覺了 如果荷蘭是美國的後門 可以將光刻機和晶片 透過中國和俄羅斯 那香港又怎樣呢 現在香港這個地位 我相信正在美國高度審視 香港也向美國購買大量晶片 如果美國賣晶片給香港 歐洲也會賣 但是如果美國制裁 現在發現荷蘭成為一個叫晶片的後孔 那如果荷蘭賣晶片給香港 或者歐盟國家 那你覺得香港是由所謂的阿耶斯壓 叫你交一批貨上來 然後再轉交給俄羅斯的機會是多大呢 最近我們知道有隻河 有隻俄羅斯遊艇出現香港海域 那你香港、中國和俄羅斯已經不能選擇了 越走越近了 已經有香港白手套公司被踢爆了 出口武器給俄羅斯 那下一步 香港的科技界大公司、醫院 種種呢 你要美國的晶片 又或者要荷蘭、日本的晶片 那美國會不會下令 連香港的晶片這些國家都不可以出口呢 這個特區政府現在問不問到尾呢 如果問到 是否這方面現在要做好功課 做好準備功夫呢 是吧 荷蘭的公共電視台報道呢 那些中小型的大陸企業 就是通過一些包裹 即是速遞 就將這些來自荷蘭的晶片 就運到俄羅斯 來規避那些查驗 就是化整為零 老鼠搬家 那這些武器呢 用在什麼地方呢 就用在那些巡航導彈 和一些精準的攻擊武器 都發現到 俄羅斯的武器上面有荷蘭的晶片 那所以呢 英國的智庫 和現在荷蘭的電視台呢 才展開這些調查 那最後呢 就發現到這些證據 那其實我想說 其實中國大陸呢 都很努力的了 它都很想自己發展晶片的了 不只是想靠外國入口 和這樣去偷運的 但是很可惜呢 如果根據數字呢 其實近年 近這10年呢 中國投入在晶片的發展 都以千億計 很多的晶片公司 如果根據數字呢 近年呢 用晶片這個概念發展 或者研發的公司 有成五萬八千間 跟著呢 這10年期間呢 政府也都補貼了很多的錢 人民幣呢 進去這些晶片的公司發展 但是有很多的晶片公司呢 十年之後去到現在呢 已經破產了 那其中一間呢 都很出名的 就叫做清華紫光集團 那這間集團呢 最近財政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在2020年呢 在巨額債務之下崩潰了 那另外呢 就被人收購了 而其他的晶片公司呢 也都拿不到成績出來 但是就耗費了 數以億計的人民幣 那所以呢 其實中國大陸是別無他法的 因為呢 在晶片製造方面呢 是沒有得去造假 也都沒有得去騙人 因為呢 你做不到出來就是做不到的了 那所以其實呢 這10年裏面呢 我覺得呢 習近平呢 都是冤大頭的 因為呢 很多人告訴他 可以研發到晶片 拿了國家的錢 但是那些公司呢 就不是真的做晶片的 就用來發展其他的業務啊 拿個概念啊 在市場上搞作啊 那最後交不到貨啊 最後一拍兩散 那但是在國家的顏面 和呢 在政治宣傳上面呢 又不可以公開 那所以現在呢 別無他法了 真是唯有用這些老鼠方法 通過中國大陸 甚至可能香港和澳門呢 逐個DHL也好 Federal Express也好呢 那就送進去中國 那但是就被這個 踢爆了 那現在就 令到荷蘭政府更加大條理由 和ASML公司呢 就禁止這些晶片製造機 就運到中國大陸了 那另外呢 不要忘記了 美國一早已經禁止了 美國公民和綠克持有者 在中國的半導體 和晶片等企業 這些特定的產業呢 是任職的 一早已經落了最後通電 叫他們呢 要不就回到美國 馬上辭職 要不就退回美國籍 和綠克 所以對這些 例如英偉達 英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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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大企業呢 這些禁令呢 就已經生效了 那現在中國呢 人才又搶不到 晶片呢 就打算在荷蘭那邊 透過後門打荷包 現在又被美國捉到應 那接著會怎樣呢 現在亞洲半導體 很多的領先商 例如台積電 南韓的三星 還有一家叫SK海力士等 已經全部埋位 聽口 這叫做美國調配和吩咐 所以呢 萬事俱備 就只欠東風 東風是什麼呢 東風就是中國打台灣 不打嗎 那他就引到你打 新任的國會議長 麥卡錫 說到明 今年春天 就要訪問台灣 跟著佩洛西的步伐 那你上次就說 佩洛西那個飛機 一旦進入台灣領域 就會被中機打下來 爛戰 是不是 跟著呢 就說要 舉行這個軍事演習 常態化 第一 佩洛西的飛機 你攔截不了 第二 常態化的軍事演習 也都未見是付諸實事 所以呢 離開佩洛西事件到現在 不知不過很快 就已經四五個月了 四五個月的形勢 發展得很快 是不是 所以 晶片你怎麼能夠 如果沒有了荷蘭 沒有了日本 美國不用說了 沒有了這些列強的供應 中國要多少錢 才可以完成自己的晶片的生產鏈呢 2021年 美國波士頓有一間顧問公司的估計 中國最少增加至少一萬億美元的前期投資 這個叫做前期投資 才可以建立完整的晶片的供應鏈 錢從何來 而且有錢 沒有人 那又怎樣 所以中國方面的報復 最近就是減少稀土出口 沒有我稀土 你怎麼做那些晶片呢 但這一招到底有沒有效呢 現在都不知道 是 因為這次呢 這個限制呢 其實更加是令到中國的晶片項目呢 雪上加霜 因為呢 其實晶片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是一個爛尾樓項目 我們以前都講過了 中國大陸呢 其實這兩三年因為疫情和動態清零 樓市就已經一射千丈 還有很多樓爛尾 但是如果數上來呢 習近平主政 統治中國這十年 或者十幾年呢 很多事情都爛尾了 譬如你說的北京證交所 亞投行啊 中國製造2025 這些全部都爛尾 但是其實呢 很多人都數漏了呢 晶片難尾 因為當初呢 習近平為了超英趕尾呢 就於是用很多錢 去推這個中國製造的晶片 那麼當時呢 在2014年 有個大基金集資了 成差不多二千億人民幣 那麼 於是呢 全世界 全世界就想著呢 分這塊國家的大錢 那麼在十年期間呢 這些中國的半導體 和晶片研發的公司呢 部管或者是人呢 全部被揭發是貪腐 大家一起去分水 那麼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在中國大陸這些這樣的政治之下呢 國家的錢呢 大家不拿就笨了 對不對 那麼爛了尾 又不用死的 也都有國家呢 來去執守美 那麼所以 其實 中國本來 都有機會呢 可以發展自己的晶片工業 但是又喪失了二十年 變了被人搏水的十年 是 那荷蘭事件呢 這個很重要的跡象 因為如果荷蘭和日本呢 分分鐘向美國那邊站著 那你真是對中國的晶片呢 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而且不僅是中國 香港 身為一個轉口港 也都受到很大的牽連 最近呢 這個台灣出口去香港的雜誠電腦呢 就已經出現連續五個月的負增長 是吧 將來 香港能夠入口台灣的這些半導體 是吧 這些呢 是極之困難 是吧 那因為呢 這個政治打壓 是吧 就逼到這些台灣那些在香港的辦事處 全部走了 那所以呢 嗯 當時呢就很多人燒炮掌 是吧 這個是外交勝利 是吧 趕到你啊 這個台灣沒有辦法走 但是現在你發現 台灣和香港完全沒有官方的聯繫 美國反而放心 因為有怕你透過香港和台灣那邊 通過這些晶片的地下貿易 現在很明顯呢 這條通道呢 就應該齒路不通了 是吧 那麼香港從此的轉口港 這個角色呢 在這個美國的禁令之下 以晶片為首 現在荷蘭和日本呢 呢 跟著相信呢 是進一步 是會聽美國的指令 那你香港那時候剩下多少呢 怎樣有顏面說自己是一個國際金融 國際貿易中心呢 是吧 是 本來呢 我記得兩個禮拜左右之前呢 荷蘭的貿易部長呢 那時候口風很硬的 就說荷蘭不會只聽美國口 還想把歐盟呢 拉到水 就說如果 限制荷蘭出口 就是說整個歐洲呢 都可能會遭受到這些出口的損失 那當時呢 那當時呢 其他的國家 包括比利時的總理呢 都 都贊成 因為怕呢 喪失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但是 猜不到呢 兩個禮拜左右 整個世界就不同了 好啊 荷蘭就180度改變 從日本呢 願意 降下這個所謂寂寞 不是真的悶的寂寞 是寂寞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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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呢 就令到 中國大陸呢 更加喪失了 日本 荷蘭這兩個工業 那接下來 韓國也都不會例外了 相信 連在一起呢 就完全堵塞了 中國大陸 可以取得晶片技術之路 沒錯啊 那本來呢 如果你一國兩制 執行良好 美國國會的香港問題 這叫做半年度的報告書 寫的那些延遲是夠英俊 那美國和歐洲呢 就當是井水不犯河水 繼續和香港玩 那長期以來的低稅制 和開放的金融制度 也都令到香港呢 是成為中國的科技出入口的本土 但是恐怕 日後 沒有這支歌就要唱了 因為呢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呢 已經呢 是發表聲明 說你香港這個 港版國安法 再加上這些莫名其妙的 動態清零的狀態 是令到 美國的僑民已經走了兩成 高達一萬五千人 OK 那所以現在 我想 特區政府內部很多精英的心裡 都非常後悔 唉 真可憐 早知道不要推動所謂的阿爺行這個 叫做國安法 但是現在國安法已經付出實踐了 就可以怎樣呢 是吧 那所以呢 這個晶片 一旦呢 那個來源枯竭 是會造成對中國一個極大的打擊 所以接下來呢 就要看路了 因為 美國已經向澳門實施了晶片入口制裁了 那也都盯緊了香港 因為香港很多的公司 大家心知肚明 背後呢 很多都是 中資的資金 又或者其實是主事人 都已經 不在香港呢 是出生的人 俗稱新香港人 那所以這些公司 全部都在美國的監視之下 一旦呢 取得證據 或者好像這次那樣 那荷蘭的公共電視台呢 一個報導呢 就一樣可以呢 將香港呢 打入18層地獄 又是限制了 出口香港的這些這樣的技術 那所以呢 現在這種情況呢 我想是 越來越猛的了 就是不會是 改變的 因為 就是拜登政府呢 這個立場很明顯 是要製造一個 剛才我所說的 植幕 一個晶片的鐵幕 去堵塞中國大陸呢 獲得這方面的技術 因為未來的戰爭呢 很明顯呢 別是一些精導的武器 就是 例如剛才說的巡航導彈 或者精確導引的炮彈 和火箭炮呢 全部都是要靠這些高級的晶片 現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為什麼烏克蘭能夠頂得住俄羅斯的攻勢呢 其實都是靠這些精確導引的炮彈和技術 才可以抵抗到 而俄羅斯 調轉呢 它的晶片呢 雖然部分都來自荷蘭 或者這些歐美國家 但是它不是最先進的那些零件 所以它的準成度呢 是差過烏克蘭的炮火很多的 所以才能夠呢 烏克蘭呢 現在和俄羅斯呢 是由手變成功 這個叫做美國 這個促死荷蘭 和日本這樣禁晶片呢 對香港未來 有什麼影響呢 我想現在大埔科學園裡面 一班電子科學家 我希望他們又在聽這個風雲谷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繼續收聽 收看《風雲谷》 下一集再會 歡迎各位 今天呢 我們就總結一下這兩個月 美國呢 對於台海的關注的姿態呢 越來越高 同時呢 美國呢 對於香港呢 是越來越不客氣 美國呢 美國呢 是對於中國 就越來越 是現出一個死心 和不再回頭的姿態 那這三大跡象呢 使得香港呢 我們一早說 本來呢 你就應該左右逢源 在殖民地時代 但後來呢 就左右做人難 現在你就豁出去 歸了邊 是一場即將 極有可能爆發的 台海戰爭 或者東亞戰爭裡面 香港 你那個抉擇 是會影響到你生存 或者被壓碎 那個命運 最近呢 美國呢 說到明了 很多這些智庫的報告 第一呢 第二呢 就是美國國會議長 麥卡錫 第三呢 接著接播的 就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 是啊 已經呢 是不跟你含蓄的了 說到明了 這個呢 東亞呢 是有事和危險 是啊 那特別是呢 美國華盛頓是一個智庫組織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那日前呢 就對於 中國大陸呢 襲擊台灣呢 進行一個 軍企的演習 那他無疑 2026年呢 就入中國大陸呢 就入侵台灣 那他進行了24次的 模擬的推演 那他得出一個 結論呢 就是 這個 美軍呢 和台灣會慘性 告終 也都會有一 至兩艘航空母艦 是會被擊沉 但是最後呢 中國大陸是佔領不了台灣的 那這個呢 他推演了很多不同的狀況 但是其中一點呢 都值得留意的 就是他的報告裡面說到 如果這個台海的戰爭爆發 美國在七天之內呢 就會耗盡他所有的遠程 和制度武器 他一個英文字叫做 MT邊 就是說呢 胸箱 就是彈藥庫裡面 於是 清倉 但是相對於呢 就中國大陸呢 他那個 彈藥的供應呢 就反而會充沛 那麼 來換成呢 其實呢 美國的國防 或者軍事方面呢 就要留意這個問題 不好呢 就是沒有美語籌謀 否則一旦開戰 可能好像俄烏戰爭那樣 是會呢 延續成幾個月 甚至一年 那麼美國的彈藥就不能夠呢 跟得上了 嗯嗯嗯 這些這樣的智庫的報告呢 我們看到呢 是有一些細節呢 他沒有說 是 這些細節呢 是隱藏一些的漏洞 嗯 例如呢 如果2016年 2016年 中國侵台 在七天之內 這個美國那個武器呢 又出現這個叫清倉 是不是 但是 將會獲得慘勝 包括呢 可能是有一至兩艘航空母艦 被中國擊殺 他中間的細節就是 他說美國獲得慘勝 慘勝的過程是什麼呢 美國如果慘勝的結果 中國慘敗的狀況又如何呢 他說七天會耗盡美國 包括長程導彈 這些武器 那麼長程導彈是射去哪裡呢 當然是射去中國 射去中國是甚麼目標呢 怎樣慘勝呢 是不是一個長程導彈射去長江三峽呢 如果長江三峽那個水 那個大壩 一聲就倒了 那個慘勝呢 之前呢就是整個長江的決體 是染沒呢 幾乎是半壁江山 那麼中國的平民呢 也都是出現大量死傷 這個為之慘勝 還有啊 台灣呢 本地的那些呢 紅風飛彈的諸如此類 說得明 是否呢 襲擊 起碼這個叫上海 去到武漢 還有 慘勝的過程 是否包括 香港都被 美國或者台灣 這些長程程 中程或短程導彈摧毀 如果是 摧毀多少 嗯 是不是有短程導彈 包括呢 這個叫做台灣的導彈 是射到進來 中環維港 還是 在將軍澳海域那裏呢 是爆一個水花 就搞到香港人 雞飛狗就互相踐踏 就踩死一萬幾千人 還有呢 是那些資金一夜清空 我看這些智庫的報告呢 你不要只看他講了些什麼 你看看他沒有講些什麼 沒有講些什麼呢 是故意疏忽 是一個叫無心疏忽 還是故意隱瞞 然後呢 你去辨別 這些智庫的報告 究竟有幾大的 叫做深箭宣傳成份 有幾大 那個叫做實況 的預測 是 這些就是 什麼叫慘性 他慘性就是對方慘敗 對方慘敗 包括香港 香港怎麼敗 是不是那時候 當然沒有聯繫匯率 是不是 你慘性的結果 就是說香港 包括香港的港元 一美金 是對到上十幾二十元 那時候香港人怎樣 哇 有幾多人抑鬱跳樓 有幾多生意倒閉 跟著香港有沒有吃 那個中國的糧食 以及遭到石油 遭到禁運之下 那個經濟是怎樣天翻地虎 所以 兩個字叫可圈可天 也叫慘性 我現在想知道 慘性的細節是什麼 但是這些智庫部 沒有說 只是說 我們那個 武器倉 被你清空 這些就是別人厲害 沒錯 其實你也知道 美國這些智庫 背後 都有政黨 或者是某些政客的資金支持 其實我們看這些報告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多一層 其實它背後有什麼動機 雖然它用回俄烏戰爭的分析 它說就是 在俄烏戰爭這一年期間 已經消耗了美國 為一些非參戰的盟國 即其他英國 波蘭 或者其他斯洛佛克 生產的武器 20年的武器 在俄烏戰爭這一年 差不多消耗台盡了 包括刺針式導彈 包括標槍式的反彈導彈 以及155厘米的炮彈 這些已經是 在俄烏戰爭裡面 已經差不多打完了 美國的庫存 所以拿來推演 如果在台海爆發戰爭的時候 美國能不能夠 好像俄烏戰爭一樣 再拿出足夠的彈藥呢 而特別是 因為台灣是一個賭序 陶先生你也提過 即使有貨 你都要橫跨整個太平洋 去運輸 那個補給亦都會出現問題 其實說了這麼多 最後我聞到一個字 叫淺字 因為裡面的潛台詞 就是在敦促美國國防部 或者美國的軍事工業 是要快點去檢討 以及要準備 生產足夠的武器 和彈藥 去應付未來的台海戰爭 我甚至覺得這個報告 那個勝負 只不過是一個前賽 主賽 就是希望增加軍費 或者簡化採購程序 而背後可能是 國防工業裡面出錢 給這個智庫寫這個報告 這個當然是一個原因之一 另一個就是把自己的實力 估計得低些 把自己的慘烈代價 計算得高些 這些是別人的基督教立國 英語國家那種 理性科學和謙和 是吧 他不會呢 兵不言讚 他不會呢 兵不言讚 他不會呢 兵不言讚 然後呢 中國呢 會退後 是給西安以東 所有的城市 是給你美國 是用原子彈所有的摧毀 他不會說到那麼瘋 還有那麼戲劇性 還有那麼極端 這些他覺得是廢話 你看看 中國十幾二十年來 他那些 正式和非正式的戰爭 那種呢 戰狼式的語調 以及別人美國出來的那種 智庫的報告 你看看他比較 是不是很大的分別 是吧 是 還有啊 他說美國一至兩個 航空母艦 是被中國摧毀的 我想知道怎樣摧毀 激沉 激沉 用什麼激沉 航空母艦上面 是有很多戰鬥機的 是吧 如果激沉的話 一座沉了的航空母艦 上面這些飛機 是不是沒有升空 是不是和航空母艦一起沉 還是這些呢 F-15的戰機 其實已經 走了 這個叫 偷襲珍珠港 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美國兩艘航空母艦 是在外面的 是吧 在外面呢 他就送 若干隻這些普通的戰艦 一千多名官兵給你 是 其實現在都是那種陰謀論 未能夠正式證實 不能排除 就是說在英國 邱吉爾 甚至是羅斯福 已經破解了 偷襲珍珠港 日本的密碼 就特地不告訴國會 或者邱吉爾 特地不告訴羅斯福 就送過一千多個美國官兵 拿來做成本 然後給美國一個大反撲 奠定這個真正的太平洋世紀 這個陰謀論 都說了很多年 因為呢 被擊沉 是一些陳舊的主力艦 那些主力艦 已經是一戰之後的設計 也不是最新 而最重要的航空母艦 就離開了珍珠港 當然啦 有人會覺得是美國的運氣 但是也有陰謀論 認為背後是一場 精心設計的 令到全美國 軍民一心要參戰的一場戲 當然啦 如果你用陰謀論去計算 成本是低的 只是傷亡了二千多個美軍 另外尋了幾艘 古舊的主力艦 但是換來呢 是全美國的軍事工業 全美國的民心 一起 要對抗日本 當然 這個究竟是事實 還是一個傳說 這個自己衡量 不過如果說回 剛才你說兵不厭詐 我也同意 因為這個智庫的報告 它那24次的軍演 即那個模擬 它設定了很多的情況 比如說 開始的時候 美國是不參戰的 有些情況 美國是參戰的 有些情況 其實日本也會有份隔入 這24個情況 就是 將不同的狀況去推演 但是總括來說 其實它也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中國大陸是不能夠 順利佔領台灣 其實它裏面的潛台詞 如果美國是面對一個 補給的困難 其實中國大陸何嘗 不是面對一個補給的困難 雖然台灣海峽 沒有太平洋那麼闊 但是對於 沒有登陸作戰經驗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 只有登陸失敗的經驗 古零頭那次 那麼中國大陸 即使它能夠登陸 它都不能夠保障到 那條補給路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報告 是有些示弱的 故意是 一來就是 希望可以通過這個報告 向政府 或者國防部 拿錢去生產多些武器 另外一方面 就是欺敵 令到你覺得 一個星期你就燒光了 我打兩個星期 我一定贏了 令到對方 蠢蠢躍動 引蛇出動 也不一定 這些在軍事學上 也有的 這些 兵不染炸 這個是 美國 我只是看一看 智庫的報告 我只是研究 那些叫做 MISSING DETAILS 是看不到的 那些細字 去到哪裏 例如說 你無端端有兩艘航空母艦被擊採 航空母艦上的飛機 去到哪裏 說到美國的空軍 是兩個系統 第一個叫F-15 空軍系統 對 F-35 這些是戰鬥機 F-22 即是Top Gun 壯志靈魂 湯告老師 曬出來的 另一隻是B系列 就叫做B-52 轟炸機 B-25 和B-2型 一個是轟炸機的B隊 和戰鬥機的F型 不斷在這裏更新 而且這些轟炸機和戰鬥機 是遍布更加多的基地 關島那些不用說 黃衰河 沖繩 甚至以色列 墨西哥這些 隨時可以叫回來 還有這些高科技 衛星的監控系統 長斗以來 還有偵察機 對於南海和中國沿海 種種的數據 以及佩洛西 在去年8月訪問台灣的時候 被中國聲稱把飛機擊落 然後發射導彈演習 導彈發射了幾口 然後沒有了夏文 因為他發射導彈的時候 產生在空氣裡面的熱能 被美國當時的偵察機和雷達 全部吸收了 收集數據 所以你現在聽到 佩洛西去台灣 中國必定予以懲罰和報復措施 其中一個就是 軍事演習的常派 包括導彈 是施射 現在沒有 導彈每發一口 每逢一口 成本很貴 但是現在導彈 沒有了應 當然 越過台海中線的滋擾性 飛行是持續都有的 但是這個是對台灣的阻嚇力 是無效的 是 因為當初曾經說過 整一隻戰鬥機 飛越台北總統府上空 這個情景是沒有出現過的 這個時候 美國一出現了 這個叫支付的報告 所以最大的懸念 就是 已經不是中國是否侵台了 是幾時侵台的問題 以及幾時侵台之後 侵台的狀況 這場仗怎麼打的問題 對一些軍事專家 和業務的愛好者 是很想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烏克蘭 我們最近 德國被迫 是要向烏克蘭提供坦克 英國也提供了坦克 北約也積極提供坦克 這是很造重大的象徵意義 即是說 已經是化首為功 一場大蘇輕的決戰 即將到來 但是台海戰役 台海之戰是無法用坦克的 如果我們烏克蘭戰場 如果在未來一兩個月 坦克成為 正式清場 普京的最關鍵力量 所以台灣這場仗 台海怎樣打呢 用不到坦克 唯有 就是戰鬥機 轟炸機 導彈 美國 和日本 還有日本 和美國的海上軍事力量 動感來說 和烏克蘭的戰況 是有點不同的 有點不同 烏克蘭其實是陸戰 空戰只是輔助 但是如果在台海的戰爭 絕對是空戰為主 我們吸收歷史就知道 當時 1940年 希特拉希望 進攻英國 跨過英倫海峽 執行海獅行動 但是在這場登陸戰之前 他一定要肅清 或者要擊敗 皇家空軍 當時就爆發了大不列頂空戰 這場大不列頂空戰 就很悲壯 將來有機會再介紹 但是最後 皇家空軍是戰勝 令到希特拉 不能夠擁有制空權 於是整個海獅行動 就是要取消了 如果我們參照這個歷史 雖然發生在二次大戰 七八十年前 但是應用回現代 依然有效 因為要制海權 先要有制空權 而制空權 決定就是剛才陶生你說的 這些F-35 F-15 這些戰機 去主宰台灣海峽 甚至東海上空 這些戰機 當然是來自台灣本土 沖繩島 或者來自關島的轟炸機 甚至有機會 來自菲律賓 這些軍事基地 都是會在台灣的周遭 會爆發一場海空大戰 這場海空大戰 規模可能遠遠大於大不列頂空戰 這種程度 而究竟勝算是多少 我們都分析過很多次了 當然美國為首的盟國的勝算是大 因為無論是科技 和經驗上 都絕對是優勝一些 最後 這場空戰結束之後 才決定登陸 是的 那裡已經是另案處理 不需要討論 登陸更慘烈 是的 但是呢 在邏輯上來說 登陸的階段 是很難出現的 是很難出現的 即是說美日台聯手的海空 那個戰役 是給你大量的清空和征服 給你機會登陸 即是說美日台那些海空的實力 已經給你掃牆 基本給你掃牆 是不是 我大膽一點預計 根本登陸是不會發生的 那個第二階段 因為海空的 不合邏輯 海空的戰鬥 其實已經決定了戰局 其實登陸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 好了 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 他登陸不到 會不會發毛 會 當然會發毛 這個叫做海空的對視 經常說7天 如果超過7天 叫做7749天 美國固然虛耗 中國那裡是遭到美日台那些 海空長短程導彈 和轟炸機一連串的攻擊 他怎麼收科 他怎麼交代 木軍又不能出 難道是再做一千多 幾百手的漁船 以前你可以吹噓 但是這次的俄烏戰爭 你就看到了 單純靠導彈 火箭炮 和炮火 是不能夠征服一個國家的 俄羅斯的導彈不少 射到現在還在射 射去幾乎 火箭炮和火箭炮 因為他們是陸戰 可以飽和的攻擊 但都不能夠令到烏克蘭屈服 你就推算得到 即使爆發台海的時候 我當你飛機大炮 射去台灣 都是沒有用 不能夠令到台灣投降 而結果只會 將作戰的心 更加凝聚 因為你看到 澤連斯基的烏克蘭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在網絡時代 和新聞的報導 這些導彈去轟擊的時候 你一炸到民居 CNN NHK 大肆報導 報道完 結果民意所向 或者是全球 全地球 就會站在那邊 共產黨不理你民意 那時候他們都會計算 我就是要這樣 那怎麼辦呢 但是你也不要低估 如果當你台灣的花蓮 台中 日月潭等等 成為一片火海的時候 這些畫面帶來的震撼力 尤其是對台灣內部的人 他是不是甘於束手代弊呢 當然裡面有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我們以前也說過 台灣是不會有自己的集輪司機的 特別在2024年 如果總統大選 是國民黨上台 國民黨現在內部已經醞釀 說選我不會發生戰爭 這個是很可笑的 選你就是你做石經堂 熊成囚 或者叫汪精衛 是吧 或者叫吳三貴 就不會爆發戰爭嗎 這個當然未必是台灣 這個國民黨的主流 是吧 第二呢 就是那個 台灣國內那個士兵 和那個士氣 有沒有烏克蘭民族 和烏克蘭軍那麼強悍 那所以台灣內部出事呢 就不會在第一階段 不會在第一階段 海空叫美日台 那時候是聯手 防禦的階段 出事就會在大陸的陸軍登陸 這個叫台灣 以及不排除去展開大規模的鎮壓 和屠城的時候 死人死得多了 包括國民黨那些 自己那些子弟兵 死傷慘烈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要打了 那時候呢 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我們能量到 他們的西點軍效一定能量到 絕對不會容許第二階段出現 所以國民黨在裡面做吳三貴 雖然是醞釀了一種這樣的氣氛 但是呢 技術上發生的可能性就很低 嗯 是 所以整個台海的局勢 為什麼會引起國際關注呢 即使是軍事專家 都想知道的謎底 究竟怎麼打 是 是 究竟登不登陸 其實在現代的戰爭裡面 純粹佔領土地 是不是勝利來的 當然 你想一下 佔領了之後 要長治久安 是啊 你佔領了之後 你要派部隊 住宅 你要維持安全 甚至呢 你是會遭受到反攻 其實佔領呢 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只能夠消滅有生力量 那麼現在呢 你在和烏戰爭裡面 就看到這些例子了 即使普京佔了克里米亞 佔了烏冬大片土地 現在又如何呢 雖然台灣沒有烏克蘭那麼大 但是你佔了其中一部分 那你又如何呢 你又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對方投降呢 就算是這個日清戰爭 1894年之後 馬關條的割揚台灣 那時候已經停火了 這個日軍是登陸台灣佔領的時候 都是跟阿里山一帶 跟那裡的原住民 爆發這個叫慘烈的戰鬥 不止還有客家人呢 客家人殺很多 那些山地的巫射等等 這些日軍呢 就要深入深山那裡去殺人 所以其實呢 經常都說台灣的地形 小過烏克蘭沒有什麼優勢 但是反過來來說 台灣多山多河 幽靈地大多 就不像烏克蘭的平原 其實你吸收回 剛才你說的馬關條約之後 日軍要修復整個台灣 長治久安都要負很多人命內價 然後呢 才叫做管治 這些呢 這個叫做後藤新平 來做總督 然後呢 馬上就發佈 這個叫做安民告示 這方面呢 中共呢 是懂得統戰的 他會有一個宣傳攻勢的初出 說這個解放軍不打 這個叫做台灣人 希望呢 是不戰呢 是以這個 屈人之兵 這些就是後話 但是呢 我們現在集中看第一階段 就是這個叫美日台 那個海空防禦 這個呢 立體的戰略到底是怎樣運作 在這個海空防禦的階段裏面 台灣看不看得住 還有美日同盟有多緊密 還有呢 即使是美日其他澳洲等等 菲律賓這些後勤 幫不幫忙 所以這個戰爭呢 就是說第二套戰爭片 那個預告的畫頭 是比起烏克蘭第一套來說 是更加厲害的 是啊 你一說到美國的戰爭片 我不知道 烏克蘭的那場戲 相當於叫做迫血長天 但是這個叫做台海那場 才是屎匹堡那套雷霆救兵 是吧 就是以現在叫做戰爭電影史 那個隱喻來說 當然這個呢 也都是 有少少吻合了我們去年說 如果習近平在二十大連入 台海爆發戰爭的機會 是高達七成 是吧 我們不會說到現在真的 是吧 美國的智庫啊 美國的軍方的發言人 全部都說來了 還有最近呢 美國也說 直接發現了其實 中國五大軍區 都在做積極的備戰功夫 是 不是說呢 外面很多人呢 估計 看到大佬普京 在烏克蘭失利 如果以此我熟 這位仁兄呢 他的行事呢 是無可預測的 是啊 分分鐘就看到俄國不行 我這裡動 那行不行呢 沒有人猜得到 誰猜得到 是吧 突然間在一天之間 取消動態清零 是吧 大戰的經驗 包括韓戰也是 戰雲密布之下 戰爭的爆發 是瞬間出現 不是能夠預見的 反而如果爆發的時候 香港呢 那時候 最近美國總領事出來說 兩年之內 我們有1萬5千 美國僑民走了 剩下多少還沒走呢 如果一突然 閃電戰爆發 香港所剩下的 3萬 5萬美國僑民 另外還有幾萬 英國僑民 還有3萬的日本僑民 來不來得及 是立刻緊急 是撤退呢 哪裏有這麼多班機呢 赤立國 如果不是 立刻給你這個 駐港解放軍隊 以及廣州軍區 立刻 是緊急 那時候 不理的了 宣布香港進入總動員 你想回 在日本 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 一樣有很多 三代兩代的日本移民 在那裏做生意 在那裏做生意 落地生根 取妻生兒子 日本都不理的了 不理的了 如果這樣 那些都死了 如果打仗上來 包括這個叫做 滿洲國的時候 有數以一百萬的日本僑民 已經過去狠托了 是吧 然後被蘇聯紅軍 殺進去的時候 殘殺和俘虜了很多 所以這就是戰爭的代價 但是我相信 香港的情形 是會有些少少例外的 是吧 所以香港什麼時候到達最危險的時候呢 那種種的跡象 除了 你要密切留意 美國軍方和政府 智庫這些披露呢 就是西方文明的國家 的僑民 在香港 他們有沒有跡象 是 畫名畫名 這個美國總領事講 已經走了一萬五千 你怎麼知道 他們是個個自願走的 有沒有暗中的briefing 還有會不會停止呢 還有美國一講 是不是暗示其他民國 你們在香港那些人 你們很執生 是吧 就算他不走 或者他的家眷 是不是已經撤退了呢 所以 即是香港那些藍絲 親不親中愛國 你就不要打麻雀 吃那些米芝林 那麼過癮 你就要 如果你聰明 叫你的子女 讀國際學校 德國瑞士 隨時定期報 你同班那些鬼仔同學 有沒有突然推學 是 是 有沒有回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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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這些才是一眼灌漆 才叫 懂得政治 但是香港 不要說了 暖風分得由人醉 直把杭州作便州 香港這些中環精英 親中愛國 甚至 民主派 他長久以來 是一種安逸和富裕的環境 是全無憂患意識 也不要說有幾多個戰爭的專家 每個人都想著是不會發生 因為後面有祖國福地 傻了 大家都要賺錢 哪有人跟錢作對 一定會事先說得好 是嗎 如果說得好 又怎會爆發兩次如此慘烈的世界大戰 不要低估人性愚昧的程度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多謝 更加歡迎 多謝各位加入這個 風雲會 和我陶傑和華偉聰的Patreon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會 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就是上訪了 好了 多謝各位的支持 這個叫做香港的BNO人士 在台灣 或者在英國之間 有什麼選擇呢 去到台灣 似乎就遇到一些 好像新的政治問題 去到英國 我們都知道 兩個月前 有一個BNO的女子 因為那個抑鬱症 自殺 最近呢 又有一些新的傳聞出來 這些傳聞呢 其實 我早就猜到的了 就是呢 網絡那裡 就有個消息 就說呢 有一些BNO 拿著這個BNO 來到英國 加入這個5加1的移民計劃 他是香港人 原來他過來的時候 也同時拿著 香港特區SAR的護照 那不知為什麼 如果你說拿著本BNO的 護照來英國 5加1呢 那其實 你拿著本BNO護照 你在離開 這個5年 5年的法定期限 若准許的期限 你離開英國呢 就算去到香港 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呢 有些香港人呢 就帶著本特區護照過來 這個我相信為數不少 但是住著著著就發現 咦 特區護照快到期了 因為這個護照 我們知道有效使用 其實十年 如果那本特區護照 你是在七八年前拿的呢 或者是六七年前拿的呢 那你不在意 那拿著本BNO 來了英國之後 又帶著本特區護照來 那你突然間拿出來 那你突然間拿出來 哇 原來 吳京吳國 兩年封城 那本特區護照呢 就已經 只剩下幾個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呢 就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你拿著本BNO 一樣用得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香港人拿著本特區護照 竟然呢 是有一個這樣的心念 就想去延期 就是想去換領 那換領呢 那就遇到一個政治的問題了 那本來呢 香港在倫敦 就有一個叫經貿辦事處 這個經貿辦事處呢 是同時可以辦理的 應該呀 就是香港特區護照的 到期的換領 其實香港人應該早就知道 現在這本特區護照呢 是中國外交部呢 是主管 還有呢 隨時是印發 那所以呢 這些香港BNO的人士 拿著本特區護照 竟然走去中國駐英國的領事館 那裡去要求呢 是去應領 啊 誰知道呢 對了 你一進來呢 那裡的中國職員呢 就會拿著本護照 看看看看 咦 爲什麽你來到英國呢 你來英國做什麽呢 哈 這個香港人呢 非常之老實 他說 因爲呢 我是在履行BNO的英國永久居留的簽證來 哦 這就對了 於是呢 這個叫中國領事館 的英國職員就說 立刻呢 就扣起他本護照 就叫他呢 是聯絡香港入境處 那就跟著呢 有一些網絡的消息呢 就說呢 當這些香港人呢 就走去 問這個香港入境處的時候呢 香港入境處就寫了一封信給他們 說呢 你這本護照一定 拜託你回來香港才拿 這個呢 這個安排呢 其實是香港人 沒有做功課 其實呢 這種安排 已經跟中國大陸 拿中國護照的公民 如果他們走去美國加拿大 或者澳洲移民的話 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雖然呢 是扮理了移民 在澳洲加拿大 日本 或者甚至是美國拿了綠卡 他們這個居留 或者永久居留的簽證呢 是印了在 或者叫附在本來的中國護照上的 就是說他們還未曾正式 是舊期歸化進入 這個西方文明國家 就成為那裡的公民 就是在這個叫五年 的過渡期裏面呢 如果他們想旅行 一定會拿回原來的中國護照 中國護照如果過期 就要你自己回去 是問中國當地 那些 你不知道哪個城市 你回去那裡 跟回戶籍 就換領的 對於中國來說 你一天還有本中國護照 你都還是中國人 那所以現在很多 在海外 中國大陸 那些 據說是那些土豪 生意人 民企 就很恐懼 因為他們回去 就會文長文短 給人 甚至是遇到 拿著你那個 好像說 好像送羊入虎口 那樣 就說 左問右問 你有沒有逃稅 那樣 有些就沒有辦法 出去 那現在呢 最新的安排 你看 如果香港入院處 有一封信 叫你 你那個特區護照 期滿你回來 那已經是跟隨中國大陸的同樣安排 是吧 這樣引起 如果香港人覺得不便 可以說 你自己拿來 是吧 那你拿著本特區護照 又拍了本BNO 入到英國 然後你申請那五加一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還要拿著一本特區護照出去旅遊 那你為什麼不任由它 是自然這樣 是到期不需要換領呢 還是有很多香港人打算走聰明 什麼時候這樣想 多一本沒有壞 那你多一本沒有壞 那你那本要換領的時候 就開始又壞 於是就引起一陣不大不小的焦慮或者恐慌 有些人說 哎呀那我回去 香港 是不是要迫我回到香港 入警署那裏換領呢 那時候他會不會問長問短呢 會不會問你 你有沒有BNO 如果我說有 那會不會受到刁難呢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沒有說明 說會或者不會 但是呢 你便要回到香港那裏 換領特區護照 是吧 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困擾 那你怎麼看呢 你的角度呢 我都理解 不過我又嘗試從很多香港人的角度去解釋一下 首先我認為呢 在香港出生 特別是我們叫做土生土祖的香港人 那他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 也都有權去申領這個特區護照 這個是他的權利首先 就是等於人權一樣 我認為這個是基本權利 所以呢 任何香港人 其實我 我覺得呢 不要用 什麼叫做 著數啦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你可以不申請 你也可以申請 這個此其一 那其二呢 我又覺得有些情況呢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首先呢 其實在應該是2021年的時候呢 已經 特區政府呢 是說明呢 是不承認BNO 這個護照呢 是有效的旅行證件 所以其實 相信很多來英國 或者其他國家的人士呢 其實上機之前呢 他check in呢 是不能夠用BNO的 因為當時呢 特區政府已經 否定了這個是旅行護照 所以航空公司呢 一定需要 你擁有特區護照呢 他才跟你辦理登機手續的 所以很多香港人呢 他都不是說 特別 一定要帶一本特區護照 是一定要上機 要有特區護照呢 他才飛到 特別是英國 這個情況 此其二 好了 去到第三個情況呢 就是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 今年的暑假 或者是這個農曆年 都回到香港了 是不是 那這個情況呢 就是 你在英國 或者其他國家 你要回來 香港的時候登機呢 我不肯定啊 但是我也聽過一個例子 就是 你如果是 某些的航空公司 不知道 他會不會接受BNO 作為登機 但是我知道 英國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英國的航空公司 那當然會承認BNO 作為一個有效的旅行證件 但是我不肯定 在其他國家地區 如果有香港人 因為某種的原因 需要回來香港的時候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那家航空公司 不接受BNO 作為有效旅行證件 是因為 屈從這個特區政府的政策 那這位香港人呢 他就上不了機 那所以呢 包括了可能是 將來 不接受5加1 或者半途 他決定都是回香港的香港人呢 他是需要有本特區護照 因為如果不是呢 真是萬一 就是有什麼變故的時候呢 他真是回不了香港 所以有些情況 香港人可能是 比較思慮周全一些 或者是保險一些 就想著 續那個特區護照而已 所以我試一下 用這個角度去解釋一下 就他們都是有補充的 還有呢 都是迫不得已的 特別是為了子女 可能真的 不適應啊 或者是讀書問題啊 甚至老人家 真的需要再回香港呢 那 逐了一期呢 都無可口非的 我覺得 你這一番說話呢 我當然呢 我認為很合理 也都是很正常 在理論上 你說的完全是對的 但是 這兩年 這個香港人拿著本BNO 無論是行使去英國居留權也好 或者因為英國的BNO5加1 這個移民計劃也好 就令到特區政府突然間 是對英國BNO護照持有人 是改變了 是成為一種歧視的態度 OK 本來呢 你說的是完全對的 但是呢 在一個叫做BNO護照 在特區政府眼中 已經是政治化的一件事 的情形之下呢 你說的這個香港人 本來是萬全之策 其實也都沒有犯法 因為你就算在英國來說 沒有說你拿著BNO進來5加1 是不是 我們呢 就不喜歡 或者我們不接納你 使用特區護照 是不是 理論上確實是 因為呢 我如果拿著特區護照 和同時又申請這個5加1 因為那五年的期限 在未曾完成的期間 因為你特區政府也好 哪裏都不可以假設 是我一定是可以observe 或者叫做遵守 或者叫做完成這個5年的居留權 我一天未曾完成呢 我一天都不是英國正式的領有公民 所以呢 拿著那本特區護照 應該是仍然是有效的 至少是旅遊證件 是不是 即是在邏輯上呢 我就要問一下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那本特區護照 就應該可以在英國的中國大使館 或者香港的經貿辦 是和你立刻抓 就不應該叫你回去香港去辦理 因為你不可以假設 在任何特區護照的持有人在海外 是隨時在尤其是緊急狀況 是有足夠的錢 是可以買一張來回機票回香港 你這個叫做特區護照的簽法人 以及對於香港這個叫做納稅人來說 你是應該提供方便 而不是增加他的那個麻煩 是不是 你說 如果你說特區政府是沒有權 是簽法這個特區護照的 那為什麼那個香港人 回到香港入境處就有權簽法呢 如果你香港的入境處有權簽法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有權簽法 那為什麼經貿辦是不可以代辦呢 又或者經貿辦是可以責成 或者將這個權力賦予給中國駐英國的領事館去代辦呢 這個叫做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叫做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你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 中國在英國的領事館 就應該順理成章 是和香港的在英國的任何公民 拿著特區護照進去 就應該和他換領 是一句都不問 除了你要查一查那本護照 是不是危務呢 如果你那裡照一照是真的 你不應該問任何問題 而不是說你以什麼身份來這裡 一聽到你說拿BNO 那立刻沒收本護照 如果傳聞如果是真的 本護照呢 他說香港特區政府的入境處會通知你 根據這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是吧 然後呢 就接到一封香港入境處 他信就說麻煩你回來拿 這個是對於自己香港的公民 由他的納稅納了這麼多年 這種態度 至少就不是友善的 不是提供方便的 就不是特區政府多年標榜 叫以人為本的 那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措施呢 就是一個叫政治化的問題 現在更加需要多些的資料 就是如果你說這個先例是在英國發生 那在澳洲、加拿大、美國、其他國家 甚至是一帶一路 那些聽了特區政府或者中國的號召 走了一帶路尋找相機的香港人 或者去了柬埔寨 這個叫做西哈魯克港 去密謀發展的時候 在那些外面的地方那個特區護照 如果期滿 是不是同樣都好像英國BNO那樣 一定要回到香港那裡拿呢 那這方面來說 特區政府應該是有一個澄清的聲明的 因為現在散落在全球各國 各地 包括在第三世界的香港公民 應該是為數不少 如果你說一善紅人 是不是 所有的香港人 無論是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北韓也好 日本、菲律賓也好 當你的袋裡有本特區護照 現在拿去櫃筒看看 原來只剩下幾個月要續期的話 那你就要現在開始 你開城布公 通知所有在海外的香港特區護照的持有人 如果你覺得那個護照 你的香港特區護照快到期 你就要提早做準備 是不是 你要預約一張機票回來 就要不提早 而不是不出聲 就等到香港DNO那些5加1的人士去以身示法 是自己走去親力這個不方便的安排之後 才知道 是吧 那你應該就現在開始說 因為呢 這個世界未來一兩年會陷入一個亂局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發戰爭 一爆發戰爭或地震海嘯的時候 那些人是要緊急遷移 那時候在一個貴桶裡拿本特區護照 看到發現說 叫天不應叫地不問 如果我走去緊急換領 你要記住 臨時護照都拿不到 在一個正常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緊急的話 家人有事 是不是 我要馬上拿拿一聲 用一個有效的護照 坐飛機回香港 那在正常情形之下 你這個本國的政府 在你這個外國 是會給一本臨時護照 給你那些業數少一些 或者那個形式的設計 簡單一點 但是那本有效護照 現在不是 不管你緊不緊急 你要先回香港辦領 那我如果香港有些急事要處理 有些親屬 是非常之病危的時候 我在這裏怎麼上機呢 是不是 無論這裏是英國還是美國 這個就是現在中國 是對它在海外公民的安排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 但是我聽到很多個案是 很多中國的公民 移民了去日本 包括英國 你都知道為什麼走出去 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的錢怎麼得來呢 是吧 當然是他近這十幾二十年 跟那些地方政府 關係特別友好 是吧 也就是那些錢 是有一點點來歷 那方面有些戲劇性的 那他就怕 回到去之後 又被一些中紀委 什麼公安 什麼 帶著他們去問話 是吧 在那種不正常的狀況之下 那所以呢 中國政府為了海外追回一些錢 等等 我不知道 理由可能很正當 就會對一些 至少是為數若干在海外的中國公民 當他們本來 中國護照已經是夠期的時候 換你 麻煩你勾勾個手指 回來 麻煩你回來拿 當然這些中國在海外的公民 根據他們幾十年在大陸的生活經驗 他們就馬上聞到一股味 是吧 所以這種是不正常的安排 這種不正常的安排 現在是不是延續到香港 香港的市民拿著本特區護照在海外 如果你要換領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一事同日是這樣呢 那你現在政府是要有一個公佈 因為呢 你要等一些人要及早準備 是吧 香港人是海外的同時債務 你不要管我是不是BNO 我可以去澳洲 可以去紐西蘭 是吧 因為這件事其實都很緊急 是吧 有起事上來他走不了 你要預期時間我回到香港拿 然後我回到香港 如果我沒什麼錢的時候 要儲好錢買一張機票 回到香港 你又怎知道我有沒有地方住呢 我有預期是可能三幾天 酒店的錢 還有還有 回到香港的時候 你入境處重新換領 那裏要多少天呢 十天八天 還是三天 還是四十八小時呢 你怎樣 假設每一個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 在海外約的時候 回到香港一定有得住呢 你是不是給我一個方艙 在那裏一邊等換領的時候呢 一邊吃那些 捱一下那些 這個叫杯麵呢 這些細節是完全沒有說到的 我不知道 是吧 如果有的話呢 請你指教我 我都沒有詳細的資訊 暫時 但是呢 聽完你講之後呢 我覺得有兩個叫做處境 scenario 第一個呢 其實這次呢 絕對是一個行政手段 去阻攔或者是 希望呢 令到 在英國 換領香港特區護照的持有人的成本 是增加的 無論是時間和金錢 因為其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的網站呢 在以前呢 它是寫得很清楚的 你是可以選擇向這些駐外的大使館 總領事館呢 去申辦特區護照 而是會根據你的要求呢 去郵寄去你指定的地址 但是根據這次呢 在網上流傳的那封信呢 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寄去這個曼徹斯特的總領事館 而是呢 就要它呢 就親自回到香港換領 那我 那我相信呢 這個是針對英國的護照持有人 而不是全世界 因為暫時未看到其他地方是會有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scenario 就是城門失火 央及池魚 因為呢 如果你要自圓其說 整個故事呢 一定會擴大去到其他國家呢 都要是這樣處理 無論剛才你提及的澳洲啊 紐西蘭啊 這個美國啊 或者是日本 韓國等地 因為其實香港人 在外國不是一定是移民的 有很多是讀書啦 有很多是工作任志長期旅遊啦 或者是選擇一個另類的生活啦 那麼它去到那個地方 它可以逗留一個較長的時間 或者是它因為工作或者的簽證呢 或者讀書的簽證可以留很多年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很常見的 如果只不過是因為一個政治的原因 要針對在英國的特區護照持有人的換領的成本 那麼其實也都有很多在英國的香港人呢 不是BNO過去的嘛 是它自己真的拿特區護照過去 雖然有效的那個簽證是 旅遊簽證是半年啦 但是也有其他的 Working visa 讀書的visa 諸如此類 有各種的原因是需要換領的 那麼現在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叫做地圖炮 除非它真的敢說 你就是我只是針對你拿BNO 和同時持有特區護照的那些就要回香港 不是拿BNO過去的那些就不需要回香港 你說到明就可以了 否則的話呢 現在這招叫做地圖炮 就是說呢 全世界的香港人都要受刑了 現在這樣 就是沒得說以往寄回去了 這個明顯是一種擾民政策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在英國很多的香港人 未必是拿著BNO 有很多已經來了很久了 是不是 甚至很多這些是新界 在這裡開餐館的人 他換了一本英國護照 或者有些還沒換的呢 這個地圖炮羅通掃北 就全部影響了 正如黃子華在那套毒蝕大狀裡面 那句著名的對白 你不要走去搞亂這個制度 你不要以為是等於搞亂我 因為如果搞亂這個制度的話 你自己都搞亂了 為什麼這個毒蝕大狀 近日在香港大受歡迎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滷樂有味的精靜的對白 是不是 這一種就不是說是為市民提供方便 特別是緊急狀況的時候 是令到你可以簡化程序 而是剛剛相反 令到換領這個護照的那個手續 是更加複雜的 這個就已經是將它正式化的了 這個很明顯的 是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不是 現在不是說已經是一個網絡世代 什麼都可以方便 那你駐香港特區政府處 倫敦或者華盛頓這些務辦事處 是做什麼的 當然不是各個城市都有 是不是 那你就責成 是不是 現在香港特首 禁受中央信任 你可以每次述職的時候 二十多年來都由香港的特首 是為香港的特區護照的持有的人 在海外要換領的那個手續 就拿著上去中國 向那些有關的部位拍門 我不知道他拍多少度 至少就通知中國外長 是不是 那時候叫王毅 就叫他下一個命令 以後 所有香港的特區護照的持有人 在外國所有的地方 都是我們自己同胞 是不是 要提供方便 立刻換給他 OK 在領事館的簽證簿 立刻給他 臨時護照 怎麼都好 為什麼會不會推了 推了莊給香港特區的警署 叫你回去拿 然後入警署叫你回去 我希望或者估計 我不知道這次 是不是只是中國駐曼特斯特的總領事館 是有這樣的安排 萬成的總領事館 大家都知道 在幾個月之前出現過一宗 總領事館加上領事館的人員 走出領事館去嘔打那些示威者的事件 後來結果他們全部都顯送回中國大陸 英國沒有再進一步追究 我不知道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 其實萬成的總領事館的行政 或者他們的取態 因為似乎在外交上搞得挺不開心 如果你說到連愛丁堡或其他地方都發生了 似乎就不是單一事件了 那當然了 中國駐曼特斯特的領事館 或者大使館有一件這樣的前方 是不是 如果你說香港的BNO也好 香港人又拿著特區護照要換領 要走去萬成的中國領事館那裡換 他的心裏面有陰影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很容易的 他內入他想想 你知道是小器的 你拿著BNO 你又拿著特區護照 他有理由相信 當日就是你去外面領事館示威那幫人 裡面的一個或者認識的人 那你這幫人 其實他連領事館都不想你進去 甚至你進去 他都想施個下馬威給你 沒有理由我還要服侍你的 我這個誅心論 我又從這些中國人有些時候 就是小器的角度去想 就是用這樣的角度 所以已經反過來想 我正面思維了 正能量 可能香港入境處 是避免你們去受這些中國領事館的閒氣 不如你們回來了 由我們的公務員來招呼你 他未必是想要花你的機票錢 或者住宿錢 可能真的 但是曼城那個領事館 真的不理睬這些香港人 所以入境處硬吃 才叫你們回去拿 如果你說曼城駐 英國大使館有些見到的暴力事件 所以對一些香港的BNO同時 想換令SAR有種阻嚇性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 就告訴香港的SAR 或者叫BNO的人士 你改行去經貿辦事處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原來香港特區政府 是沒有權簽罰香港特區護照 是不是 如果你有的話 經貿辦當然可以做 很容易 加部機 加兩個人手 所以這個是連帶一個問題 現在西方的一些國家 包括美國 是在懷疑中 香港特區政府 是不是擁有 簽罰香港特區護照的權力 但是這個權力 已經是上交給他們的阿爺 就是中國政府 你記不記得 在曾蔭權當特首的時候 曾經幾乎氣壯 就要求那時候 國務卿希拉莉的美國政府 給予香港特區護照 去美國的面簽證待遇 那時候 香港經濟的物預期 那時候 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 對這個要求 曾經反應 正在考慮 為什麼收尾沒有了夏文呢 沒有夏文呢 就是一把非正式的渠道出來 就是說現在美國 是不太相信所有的 拿著香港特區護照的人 都是真正的香港公民 舉例來說 這個叫孟晚舟 是不是 又有中國護照 又有香港特區護照 而且不止一本 那你按道理 你有了香港特區護照 你在大陸的戶口應該註銷 你那個中國護照應該是無效的 那你拉了孟晚舟的時候 就被西方的傳媒爆出來 原來這位姐姐 整個桂桶都是護照來的 又中國又香港 那這些呢 西方政府看到就心中有數了 是不是 他就認定了 你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擁有 對簽法特區護照的全面管轄權力呢 這個是一種 西方對於香港 不信任的一種 不可以說默契 是一種猜疑 所以很多這些事情 加上香港的傳媒有任務 現在很少去偵查 走去這方面 去報道 結果就形成一種 曖昧的狀態 特區政府又不說明 大陸呢 就照他的那種方式 是公事公辦 或者有罪推斷 香港的BNO那些呢 就同時夾了一本 特區護照 好像你說的 沒錯 他天公地道 是吧 因為這本特區護照 是他應得的 是吧 他就算是BNO 來了英國都好 他都應該 如果他想的話 他都應該去換領 如果他到期 找本特區護照 但現在呢 就出現一些 都沒有那麼容易的麻煩 而有理由推斷後面的政治理由 是吧 你提回孟晚舟就好了 因為呢 當時呢 就孟晚舟發現 被發現有四本中國護照 和三本呢 香港特區護照 而美國方面呢 發現呢 他在兩年之內 出入境 美國的南加州呢 是同時間使用兩本不同 Number 但是有效的特區護照 進去美國 所以當時呢 其實你問 香港現在特區的政府 或者入境處 有沒有權簽法 特區護照呢 這個答案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知道 原來香港的特區政府的入境處 是可以同時簽法 兩本不同Number 但是屬於同一個人的護照 給他出入美國 這些呢 其實在西方社會 或者是大家心知肚明 在一些特區的原因 或者是國家的要求之下呢 香港的入境處呢 當然就是沒有一個主權 或者其實 他要簽多少本護照出去 那他都照做啦 所以現在究竟 是不是香港 特區護照已經是屬於 中國 大陸 的權力 或者事務呢 這個進而 影響的就是究竟 還有沒有一國兩制呢 或者是之前英國 國會 所收到的 外交部的報告 其實是否已經違反了 中英聯合聲明呢 其實簡單的一件 護照的領取事件 其實應該推演出 究竟 香港還有沒有這個 高度自治 還有它有沒有 獨立的一些行政的權力 這個就很清楚了 當時呢 西方傳媒爆出孟晚舟 同一個人 竟然有兩個不同Number 兩本特區護照的時候 香港特區的入境處 沒有任何回應 要麼你就說 這個是西方外國勢力 惡意裂造 沒有這樣的事 然後抗議 就那間 對那間新聞媒體 要麼你就要提供的解釋 一直沒有回應 那別人拍了照片出來的 這些東西冰凍三尺 積積埋埋 所以英國國會 這個年度 半年度的香港報告書 就說這樣說 是吧 好了 現在你再加上 這個香港的 這個特區護照持有人 在外國要換領這個護照的時候 期盟你要他回去 這個是不是一種正式和行償的措施 還是選擇性 還是暫時性 因為現在又有疫情 又什麼 中國大使館國家的職員 你都知道 現在職員緊缺 我們不要麻煩他們 不如你們先回來拿 那為什麼不在經貿辦 經貿辦沒有權簽法 所以問題一環扣一環 就是有很多移民 是吧 是有關方面 應該出來澄清 是吧 不要將各種東西都政治化 是吧 特區或者某種程度上 也是一個旅行證件 是吧 跟這個叫BNO也一樣 那你旅行證件的話 你身為一個香港納稅人 應該提供方便 是不是 所以 香港人的基本權利 沒有理由 要付出這麼不成比例的成本 才可以換領一本旅行證件 這個是很簡單的 當然 當然 你是由一個政治現實來講 你既然拿著BNO出去了 你還夾本特區出來做什麼 在政治角度來講 這樣想也無可厚非 因為他都已經把你政治化了 你還傻奸奸 去非政治性地處理 你那本香港特區護照旗門換領 你是不是傻一點呢 這個角度就是說 你別理我傻還是傻 這個是我應該享有的權利 正常就是這樣想 但是現在亂世了 現在香港特區和大陸 已經進入一個反常的狀態 起碼全世界西方國家 當你是這樣 那你香港人 拿著BNO護照四圍走 你都要把這個 叫反常的因素 考慮在內 你不要當它是正常 你不要當它這個是我天生的權利 天公地道 如果不是 你不是我當你走正面 香港特區有人當你是走正面 既然走正面 我們會和你堵塞漏洞 這是一種鬥氣的措施 既然在鬥氣 你和他鬥氣做什麼呢 所以這個問題是值得繼續觀察的 是不是 還說要拯人才 那真是趕人才走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而且非常歡迎各位 加入封雲局的基本訂閱 以及進一步加入封雲會 好了我們明天節目時間收會 明偶封雲會 印譚與路旁 封雲高 主持 土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看或者收聽封雲谷 特別是多謝各位最近加入封雲會會員 當然也感謝各位加入訂閱大軍 對封雲谷的朋友 今晚的話題就是中國對俄美之間的關係 突然間出現了一個大的變化 在今年的1月9日 中國和俄國兩國外長通話 那時新上任的中國外交部長 秦剛明明說過 他說中俄關係建立在不建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的基礎之上 願同俄方攜手落實兩個元首重要共識 不斷將中俄關係推向前進 1月9日才說過 中俄關係是不建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的基礎 當時秦剛這樣說 就被廣泛認為 中國的戰狼外交最近失利 尤其是對美國來說 這個叫晶片制裁 和戰略石油等等 對華為全面的封殺和限制 就暫時對俄國是放軟之態 誰知道在一個月不夠 突然間 突然間 這個非常之突然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這個身上又沒多久 叫做巫靈 就指責是美國觸發烏克蘭危機 就要求美國政府 停止向基庫運送重型武器 這個巫靈這樣說 是破天荒 俄國侵略烏克蘭 即將一周年以來的第一次 他就直接說 是觸發烏克蘭危機 就是美國 這個第一 第二 就要求美國 停止向基庫 即是向烏克蘭 運送重型武器 如果這樣 就即是對於1月9日 秦剛這個新外長所說的 這個叫做中俄關係 不針對第三方 明顯又有了轉型 和一個巨大的改變 如果是這樣 又會引發美國和西方 種種的猜賊 就是美國現在要對付一個 是非常變幻無常的中國 昨天軟 今天硬 明天又可能軟 昨天戰狼 今天突然收起狼爪 明天突然又是惡國 這件事你怎麼看 突然間的態度轉變 我懷疑就和美國的財政部 在1月26日宣布制裁 俄羅斯的華卡納雇傭軍 背後提供他衛星圖像的 中國長沙天移空間科技有限公司 之後發生的 因為根據美方的指控 法國情報專家研究 中國長沙天移空間科技有限公司 涉嫌向華卡納集團提供衛星圖像 這件事當然 秦麗天移的公司否認 但是似乎證據確鑿 所以制裁 我感覺中國老收成路 因為其實一直背後 他口裡說中立 實際上無論是晶片 情報甚至有些彈藥方面 都涉嫌提供給俄羅斯 所以現在似乎被美國 或者是法國踢爆了之後 就突然間摔爛了臉 反控美國是導致 烏克蘭戰爭的始作俑者 根據資料 在2022年 即去年的3月 中國在甘肅的酒泉 發射了一個搖錦的衛星 這個搖錦衛星 去年 即是2022年 發射了20多顆這些衛星 表面上是科學的用途 當然 天移這間公司也說 其實它的衛星是提供民用的服務 但是這些搖錦功能的衛星 是同時間能夠收集到地球上的訊息 是有機會作為軍事用途 而這些軍事衛星資料或者圖像 包括電訊 可能會提供給俄羅斯 北京方面就被指控這件事 令到他們對於美國突然間 就態度轉壓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重要的轉捏點 令到他們的立場突然間改變 尤其是美國突然間 最近說已經搜集到中國 向俄羅斯提供資助 侵略烏克蘭的證據 不過這些證據就未曾公佈 所以這幾項突變 都是發生在最近這10天8天 尤其最近就會很快有一個敏感的日期到來 就是今年的2月4日 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是簽署所謂的中俄聯合聲明 以及近20份合作文件 在一周年的紀念 我們記得當時 這個普京走來中國出席這個 冬季奧運會的開幕禮 跟著就是習近平和普京 簽署了中俄聯合聲明 中俄聯合聲明在裏面是明確確認 兩國關係是尚不封定 合作是進一步走心走實 奠定所謂的堅實基礎 最重要的就是上不封頂 這個叫上不封頂 英文叫sky is the limit 就是兩國的合作 包括中國對俄羅斯的援助 是沒有上限的 跟著這個立場 是由中國人大委員長 栗戰書訪問海森威的時候 也都說過 他說針對烏克蘭戰爭 中國對俄羅斯 是將會予以拆應 當時這個栗戰書這番說話 是被俄羅斯的電視台播出 西方實為緊張 一到中國又收斂一下 現在突然間又全線出擊 所以最近正在發生 以及發生了一些事情 尤其是這個叫台海那裡 是有些緊張 中國有些空軍的飛機 就已經再次突破這個叫台海中線 那種種的跡象呢 美國近日呢 是很多關於台海的可能的戰爭的警告 那包括2026年之前 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的風險是越來越高 我認為不但是2026年 隨時這個叫台海戰爭 是會提早爆發 所謂的提早就是比一般 所人的預計是會早 譬如說如果你預計是2026年的話 你就應該是向前提早一年 如果你一向都覺得是2025年是最後這個限期 你就又不如將它提早一年 那你說是2024年 最快其實呢 不需要等到2024了 隨時是2023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 是吧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2024年 是台灣總統大選 有一種說法 最近一個月差不多 中國方面呢 對於這個叫台灣總統大選 是有所寄望的 因為台灣的中期選舉 民進黨失利 於是就燃起一種希望 就是民進黨在2024年總統大選裡面會失敗 蔡英文固然兩任期滿就會下台 那副總統賴清德如無以外 會代表民進黨競選總統 而現在這個中期選舉 民進黨的惡劣的表現呢 令到中國方面呢 就有些希望和期待 等到國民黨上台呢 才再談這個叫和平統一 所以呢 全世界就開始猜 會不會在台灣總統大選之前 台海不會爆發戰爭呢 但是你看一下這個無鳴 這個外交會發言的人 突然間這樣說話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習近平的心意呢 是經常改變的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都以為 說喂 好定喔 中國現在的武器 軍事實力是比不上這個 這個叫美國怎麼打 這個台海 是不是這麼深 這個海峽這麼深 怎麼補給啊 解放軍怎麼登陸啊 那麼美國近日呢 都很緊張 他說發現中國五大戰區 都有所顯著的軍事調動 會不會提早呢 習近平會不會讓你猜到呢 你怎麼會猜到 他突然間取消動態清零呢 取消動態清零之後 據說呢 現在那個後衛症是非常之嚴重 這個叫地產呢 那個已經難理了 數字平台經濟呢 又被他一手摧毀了 這個叫民企啊 紛紛呢 是出國了 這個叫潤 即是run 是不是 還有洪安區呢 也都是不見 是有起色了 這個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經濟怎麼會恢復增長呢 再加上這個叫晶片呢 全面禁制 有可能令這位中國的最高皇帝呢 近日呢 是覺得對美國不如寫一條心 寫一條心是怎樣呢 隨時既然是這樣 那就一鋪曬了 鬆輕過了 這個動態清零呢 一夜之間可以改變 我就預測過這些就是開會的時候 既然你們連白紙都拿出來 每個人都說要取消 那就取消了 是吧 你們自己面對後果 算了 除消就除消吧 知道怎麼回事 我不管 喂 可以是化這些皮 好像金正一那種風格 但是你這次呢 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會不會是令到有某人 突然間覺得 咦 這次是有機可乘的 又不見那些人造反 是吧 那那些屍體 日燒夜燒都燒不完 那又怎樣呢 會不會令它回復信心呢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叫做台海戰爭遲打不如早打 為什麼呢 現在你美國已經開始全面抵制你那些晶片 由今天開始 美中兩國由於晶片的那個革合 一定在軍事科技方面 那個美國的領先 是越來越拉闊 是吧 照常理是這樣 那你現在遲打呢 在台海來說 打輸的機會是高過早打 因為現在 就算它是個底仔晶片 那個效應是未曾超張 是吧 所以就不要以為 你們全世界在外面 覺得有什麼勝算 起碼都等到2025、2026 備戰完成 未必 我現在就打給你看 現在這個是一個超級 反常的時候 一切都反常 是沒有得照常理去推測的 是吧 同意是因為呢 如果結合這個 2023年的1月呢 剛才我提及了 除了是制裁一間叫做天移衛星的公司 因為提供情報給俄羅斯之外 就是之前我們有一集都提到了 美國和日本再加上荷蘭呢 促成了的晶片製造的一個壁壘 就不再提供這個製造光刻機給中國 那麼其實呢 未來的日子呢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中國的高端的晶片呢 就將會斷絕這個供應 那麼另外呢 就是同時間有條新聞 我也都做過一集 就是講到呢 美國呢 是預先警告了 有個智庫 就是如果在台海爆發戰爭的時候 一個星期裏面呢 會消耗了那些制度武器 還有那些遠程的導彈的晶片 還有呢 互存 那麼其實呢 如果你能夠懂得解讀呢 就明白 美國其實是現在 在講的是 是準備抗軍 和積存更加多的彈藥 那麼再看看近日 有關於軍事工業的股價 諾傑晚丁啊 雷神這些公司的股價呢 在俄烏戰爭這一年裏面呢 是升了成幾成的 好像升了成三成那麽多 這些種種跡象呢 一兩個字呢 叫備戰 美國呢 吸收了兩次大戰的經驗和教訓 其實明白到 如果被這些 某些國家先發制人呢 就會再發生一次珍珠港事件 不再調以輕心 也都不想著呢 可以好像以前那樣呢 獨善其身 只是在美洲大陸呢 可以安居樂業 現在呢 很明顯美國是準備著一場呢 新的戰爭 而先是斷絕了中國的高端武器 的製造和供應 希望用放血的方式 令到他們呢 將會呢 補足夠的武器 那另外 美國現在就大力地呢 通過俄烏戰爭的戰場呢 測試他們的制度武器 和精準的武器 那接下來 雷神 諾歇馬丁的公司呢 就大力生產 很明顯 其實 準備打了一場仗 而中國也都知道 所以 在1月30號 俄國的傳媒引述消息 就說 中國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就是王毅 將會在2月20日訪問首都莫斯科 那麼 這個消息的重要性在哪裡呢 就是據聞呢 就說 王毅這次是為習近平準備訪問俄羅斯開路 而討論有關的工作問題 而在早幾天之前 拉夫羅夫也都俄羅斯外長 就說 中俄關係是從來沒有那麼好 突然間兩國的關係呢 靠攏得很緊要 還有呢 就沒有之前那種疏離感 那很明顯 其實呢 應該是背後有事發生了 也都兩邊呢 明白到 一方面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失利 和中國在被制裁晶片之後 他們未來的戰爭 是一定處於下風 現在這兩個國家呢 很明顯地呢 就準備呢 就 上不封頂地合作 希望能夠對付美國 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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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摟頭摟鏡的時候 最近呢 這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這兩天呢 就會到這個北京訪問了 是吧 他這次訪問當然要會見這個王毅 值得留意的呢 就是 習近平會不會見這個布林肯 如果習近平見呢 這個呢 那個級別更加高 就不排除呢 就是習近平 可能會當年呢 就告訴布林肯聽 現在的中美那個關係 非常緊張 也都提供到一次布林肯近距來觀察 就是習近平呢 那個性格和那個精神狀態的機會 但是怎樣也好呢 是見這個王毅呢 一定是氣氛見不老張的了 所以這次呢 如果布林肯去 這個叫北京見 這個叫中方的領袖呢 很可能 是某種的 最後的試探 然後回去 是對這個叫拜登 和美國的國防部呢 是提出一個評估和報告 是吧 因為呢 3月呢 美國繼續出招 這個美國議長麥卡錫呢 是多數會訪問台灣 是吧 繼上一年 這個叫佩洛西之後 中國已經無牌可出了 難道這次又說麥卡錫那個飛機到台灣 是再用這個解放軍的空軍 是攔截和擊落嗎 是吧 所以這次呢 是連環拳 另外前美國印太司令 這個叫Davidson 戴維森 就高調日本飛去台灣 拜會呢 台灣總統蔡英文 和台灣國安的高層 這個戴維森和蔡英文談什麼呢 就沒有公佈 但是這個人呢 是曾經發表過一篇語言 說中國呢 是2027年呢 最遲呢 攻台 是吧 那看來呢 這些呢 是美國重大的人物 相繼訪問台灣呢 就不是說貪得意的了 是有些事情 不能說發生 是有些事情呢 是著手實質的部署 那麥卡錫訪台 明顯呢 又是一次對中國強烈的挑釁 那甚至呢 美國的後防方面 共和黨籍的眾議員呢 叫蒂芬尼 甚至是加馬 就說呢 邀請蔡英文總統訪問華盛頓 那他在美國國會呢 是支持呼籲 就應該呢 是終結一宗政策 同時承認台灣 並且恢復美台並建交 那當然呢 這些個別的眾議員這樣說話呢 就不代表說 是美國呢 立刻會跟隨的 但是呢 你看看整體 那個美國那個政壇 對於中國的敵意呢 是確實在升溫著 是吧 那所以看不到任何的跡象 2023年 美中關係有緩和的痴態 所以可能鑑於是這樣 中國呢 就已經呢 是看到化了 也都準備死心 既然是這樣 是盡地一波了 但是怎麼爆發呢 這個戰略上呢 仍然是一個謎 是吧 台灣呢 中國說不能觸動的底線 但是同時是美國整體 印太戰略的核心 如果台灣呢 是被中國佔領 第一重創的就是 美國在亞太地區 基本的威信 令到美國所有的亞洲盟友 包括這個叫日本 韓國 印度澳洲 對美國的信心嚴重動搖 美國不能夠保證 其中的盟國 例如這個叫菲律賓 甚至這個叫新加坡 會不會在中國佔領台灣之後 就正式向中國靠攏 那如果是這樣 日本又怎樣 還有日本最近 那個態度呢 也是明確的 甚至是放話 就是說呢 要不要呢 登上這個叫中國升職的釣魚台 日本所說的殲國列島那裏 是堪拆 無端端 是吧 接著呢 國防部官員就說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日本呢 要預防中國呢 同時襲擊沖繩島 這些呢 是越講越露骨的 這些說話不是藍戀來的 是吧 所以現在呢 國際上主要的國家 已經將焦點注視台海了 在這個時候 如果習近平訪問這個叫做俄羅斯 那個姿態就再明顯不光 他不會走去俄羅斯那裏 和普京呢 吃餐飯回來的 一定是膠底 就是類似去年 這個叫做冬季奧運會的時候 普京呢 是訪問北京的時候 回去 然後就發動烏克勒戰爭 所以這次 如果 習近平是去俄羅斯盛行的話 必定是會造成西方 甚至全球 一個極大的震動 無事不增三寶電 這個姿態 如果走去見一見普京 然後空手而橫 跟著沒有事情發生呢 中國是會自暴其短 是令到世界覺得 原來是虛張聲勢 所以呢 習近平如果是3月真的去莫斯坡 見普京呢 可以說 事態 是將會轉為極之嚴重 沒錯 沒錯 我都同意 因為呢 現在在西方的盟國 提供了大量的炭克 和裝甲車之外 現在接下來波蘭 或者其他國家呢 都傾向再提供 空軍F-16的戰機給波蘭 其實呢 這個消息放得出來 就將會是進行了 和成真 還有呢 俄羅斯 經歷了一年的作戰之後呢 其實大將已成 根本就不能夠在烏克蘭呢 取得勝利 所以很明顯呢 在後勤和物資上面呢 他需要中國的協助 那現在呢 我相信 國際政治就是利益交換的 這次王毅 或者跟著習近平真的去俄羅斯呢 我相信是 在談什麼呢 在談著 大家的摸底 和 叫做投名狀 就是 中國呢 就要提供給俄羅斯 無論是彈藥 武器 甚至是後勤方面的支援 而俄羅斯呢 也都呢 確保 或者是同意 中國呢 好像他們侵略烏克蘭 那樣向台灣出兵 兩方面呢 一定是有些重要的大事 甚至是牽涉到這些 剛才我說的戰爭 一些利益交換 和立場的確認 這次如果會面會得成 而大家又真是呢 作出一個類似同盟式的宣布 或者宣言呢 其實 台海的戰爭 就會很快發生 因為吸收回經驗就是 上次冬季奧運會 見完之後 就出兵了 你想想 如果這次會面完了之後 2024年都有可能發生 這件事 不止 今年年底都有可能 好 上次習近平出訪沙地亞 很明顯 就毫無成果回來的 就拿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大學的博士 所謂的 用人民幣兌換購買石油呢 是完全沒有任何實質進展 煲了一輪水 結果呢 這個叫做中國和沙地亞 當然呢 在姿態方面 靠攏了 但是沒有任何實質的外交的進度 所以這次如果再去俄羅斯的話 如果兇手回來就會被美國看穿對派 當然普京也滿肚物圈十分焦慮 眼見英國德國已經陸續透過波蘭向烏克 是運送坦克 長程導彈什麼都出來 所以他到底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九急跳牆 一定要和習近平拍照 根本沒有選擇 所以呢 是2023年的上半年 是面臨一個總攤牌的一個巨大的風險 是不是 種種跡象顯示 是不是 是 這個無寧突然間這個叫做轉口徑 就是指責美國是要為烏克蘭戰爭負責 這個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你這個對比起呢 是這一年呢 中國方面呢 都是非常謹慎 是吧 當然啦 現在那個傾向就是支持俄羅斯的 但是沒有試過赤裸裸 是指責美國 所以這幾天呢 發生的事情是絕對不尋常 是很值得香港人注意 因為之前呢 外長王毅呢 除了開戰的時候呢 就是為俄羅斯 叫做粉飾過之後 其實跟著下來一直呢 都是採取一個 比較含糊 甚至呢 兩邊都討好的態度 例如就尊重那些所有國家的主權 這個希望和平解決 都是用著一些呢 就是很大路的外交措施 就沒有直接指責美國 或者歐美呢 這些是戰爭的一個罪魁和首 這次無寧的態度呢 我覺得還比去年 王毅所有的發言呢 是更加強硬和尖銳 所以是一個跡象 也都是一件很大的轉變 不能夠不注意 今年呢 就是剛剛開年呢 其實我覺得那個局勢是相當的憂慮了 是吧 我們希望各位呢 就在香港也自求多福了 就要注視一下呢 就最近呢 這個中國的經濟 會有些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美國呢 那個股市呢 是在反彈 是吧 那麼香港呢 不用說了 又出現一些新的紛爭 包括這個 這個叫啟德 用地的問題啊 和袁國勇的要求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一下 這一兩年 為什麼會花了六千多億呢 這個叫抗疫 中間呢 那個程序和步驟出現了什麼問題 所以呢 一開年呢 是不會有 沒有任何好的徵兆 是呢 而是今年呢 會太平的 好了 今天的市場時間差不多了 是吧 我們都不想說這些 實在呢 就是這幾天 世界上發生的事呢 是令人非常之憂慮 沒錯 只能夠呢 好 各位又是那句好老套的 自求多福啦 明晚節目時間呢 是同樣 再會 多謝大家 那麼繼續支持風雲哥 多謝加入我們Patreon 和Youtube頻道會員 風雲會的朋友 好 下一集再會 名偶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哥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賣位收聽 或者收聽這個叫風雲谷 更加多謝各位呢 加入這個叫風雲谷中的風雲會 正所謂呢 風外有風就雲外有雲 或者是風雲谷的風雲 雲是風雲谷的雲 風雲會呢 就是 不是文匯報的會 是四海匯聚的會 那谷呢 你可以說谷是谷的 現在人人都是 那風雲谷呢 就是聽堂 風雲會呢 就是 雙人房 雙人房 是吧 並不是說彈工床 不要說這些 那就是兩層的架構 非常多謝各位加油 謝謝 謝謝 現在這樣的時勢呢 讓各位這麼鼎力支持 就令我們非常之感激 是吧 尤其現在呢 香港各行各業 各方面都需要 四方人人君子 是救助的時候 這個香港的電影 香港的飲食業 香港的旅遊 香港的消費 是吧 連這個香港的特首都知道 整個香港現在呢 可以說 不可以說 雄運當頭 其實是大冷當前 那些人才 資金 乳血 BNO 雞飛狗走 那所以呢 就破天荒 自從香港 1841年 開埠以來 第一次 是由 Number One 就是呢 相當於港督的 第一號人物呢 親自出來推銷 拍了一段短片 哈哈哈哈 那這個網絡都是非常之熱 是 那我討厭政治 不要理他那個推銷 抛頭露面 這個是誰先 我們就片論天 就戲論戲 好像看一套毒舌大狀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就是講這個叫人物性格 情節和序事主題 這套是不是好戲呢 我們呢 是由廣告學 Marketing那裏 先看看 好吧 拜拜 Hello from Hong Kong a world city like no other extends the warmest welcome to you be inspired by new opportunities new facilities new experiences and so much more come and rediscover Asia's world city for yourself see you in Hong Kong 好啦 那這裏呢 就只是頭那一段 大約20秒鐘 就是英文片 是 嘩 真是耳目一新 首先呢 就是要讚一讚 我們香港的特首的超哥 真是很有勇氣 是吧 那就是以他一個 華人畢業 和這個叫警察 然後步步調整 做特首呢 就真是大丈夫能不能生 拋頭露面呢 是做了香港的超級影像 推銷員 那 彭氏是第一次的 我也知道 很多那些人不妥他 或者私底下都有偏見 百般挖苦 又說他不夠英俊 但是你說他不英俊 但是你說他不英俊 一樣有很多 師奶都說他英俊 對不對 那你說 那肥媽 或者肥肥 那些美不美女 那大把 在這個蘭桂坊 很多的外籍人士 都說我們肥媽 是一個可以挑逗的野火對象 肥肥就不用說了 一出來就開心過了 就片論事 就是 鮑偉聰你是電影界資深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透這十秒 英文部分 就這個片的製作 和這個演出 導演編劇的方面 你覺得如何 不要說我用編劇角度 我們用Marketing 或者廣告的角度 其實任何的宣傳片 或者任何的短片 什麼都不要說 第一說我們要問 究竟你想帶出什麼的訊息 或者叫主題是什麼 當然啦 這裡當然是銷售香港 但是你銷售香港 你都要有一個角度 我們叫angle去銷售 香港這麼多東西 上至太平山頂 下至海洋公園 迪士尼 甚至美食 這麼多東西 那你用一個什麼的包裝方法 這些通常我們在編劇 或者教學生的時候 都要首先問 其實你想說什麼 或者你想帶出的主題是什麼 因為所有的內容 編劇1014也好 廣告1014也好 就是你所有的內容 或者裡面的技巧 是要服務的主題的 好了 那我們看完這條片 那我問回你們 你們覺得這條片 除了我們叫銷售香港之外 它的角度或者主題是什麼 你們想不想到呢 它的角度很豐富 我們看到那個鏡頭 對著李家超 這裡有一個角度 那裡有一個角度 精密一個角度 然後有一個角度 是兩邊的耳朵 好像如來神掌放飛劍一樣 很多支飛劍射出來 沒錯 這個剪接 切得很明快 我講剪接位 不是說死牛一邊頸 看得正 像我們風雲谷 我們沒有錢製作 對不對 一剪接過 我也想上面一個top shot 側面一個 然後背影一個 沒錯 陶先生 你帶出一個重點 你也拍過電影 你也做過導演 厲害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你試試跟攝影師說 這場戲 上、中、下、前、後、左右 360度 要齊 我要齊所有鏡頭 你猜攝影師會跟你說什麼 不知道 四個字 應該是粗口 意思就是這樣 我講解一下 其實一條短片也好 或者拍攝一場戲也好 如果你什麼都要 或者什麼角度都要 那就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裡面的訊息 就變成不清楚 還有令到人含運 我叫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條片 我先不講它的表現 咬字 或者根本 那些中學生水準的剪片方式 那些不討論 我先講主題 就是我看到這條片 就是很貪心 或者是 它只是不斷在講 香港好 香港正 香港很吸引 快點來一樣 我打個譬如 好像我介紹 毒蝕大撞 這套近期很Hit的電影 我介紹一下陶先生 你去看 這套戲正 好好看 好刺激 或者好 令到人大快人心 那你究竟 這套戲好 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像電視台 那些飲食節目 那些嬉仔 走去日本 那裡試菜 或者即時 炒兩尾 他們就 嗯 嘩 好味啊 好口感 一個叫好味 一個叫好口感 好味和好口感 是非常抽象的詞彙 還有在一個 這個畫面那裡看 我沒有辦法 傳遞到 你這個叫好味和好口感 好到哪裡 所以呢 這個叫做新聞 傳媒電影 在大學裡面 叫做傳理系 是吧 就叫做communications 是 傳理就是 最緊要我把message 好像交波 交得準 交到你手上 是 這個叫做好感 好正 香港總之一定好 是吧 以前有一家叫 一定好茶樓 你知道嗎 你記不記得 是吧 叫便宜吧 搬屋 當然要便宜吧 是吧 要是你一浪接一浪 找以前的涼天 或者是銷量的聲音 是吧 一鍋蓋過一鍋 就令到人 好像打樁一樣 入腦 所以如果是這個 你所說的 沒有一個實物 去代表香港好 就不如採用便宜吧 那個方式 但是我當我向你學習吧 沒有這麼說 那就是說 香港有什麼好呢 那就是那些 老生常談 手掌眼見那些 海港遺境的 明信片 還有 藍車 高鐵 M家博物館 然後迪士尼 這些我們叫做景點 或者叫賣點 就不斷都扔出來 那其實這些東西 在國際上 不是一件 香港獨特的東西 譬如藍車 很多地方都有 沒錯 澳門都有 高鐵也有很多地方 那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通常我反過來說 不要只是批評 譬如以往 一些宣傳某些 國家城市的影片 譬如新加坡 我記得 新加坡 它都有類似的拍攝技巧 不過它很強調美食 譬如說 那些海南雞 又或者串燒 又或者是燒海鮮 那些 那條影片 雖然有其他的 魚尾絲 那些 或者是美酒店的 ショット 但是它大部分 會針對 在一個美食的角度 去吸引你 如果你看過 泰國的宣傳片 也是 有一條影片 如果大家在網絡上看過 就是有個女生 好像這個 就來憑死 那樣 就說 去完泰國之後 就這樣了 原來它反轉 就告訴你 原來它去泰國 原來就玩很多刺激的玩意 吃很多好東西 然後夜夜生歌 玩到根皮力盡 所以才變成這樣 它是用一個 反諷的方式 但是它主要 就是用 主題是什麼呢 泰國是充滿刺激 刺激就是這個 這條影片的一個 主題 那它就服務了 做了一條 就是你以為那個女生 被人 不知道 撕暴 或者是被人 不知道做什麼 原來不是 它去完泰國之後 因為刺激 所以它就會這樣 這個二十年前 董剛做特首的時候 香港的這個 叫做主權移交之後 都推過一輪 這個叫做銷香港 因為那時候 是怕國際 覺得這個香港 由中國管治 會變成另一件事 所以那時候 叫做動感之刀 是的 或者那時候 口號叫做 Asia's World City 亞洲的世界城市 那時候 是有一些 國際級的公關 還有一個 揮號 你記不記得 一隻紅紅的 飛龍 一條飛龍 這個飛龍就是符號 但是很貴 好像八九百萬請人 是嗎 是嗎 整個這樣東西出來 Asia's World City 這三個字 我又不知道 每個字是值多少錢 是吧 但是這些 這樣的 字眼和這些 揮記 和這些符號 是經過心理學家 是精心設計的 是吧 嗯 這個叫做動感 就是你要把香港的動感 表現出來 是的 動感就是主題 剛才這條片 就不是沒有動感 我覺得 我覺得阿超哥的眼眉 這樣 一高一低 那個動感 我覺得一流 是不是 好像過山車 這樣 這樣 這個姓在自然 我剛才這樣 這樣 就叫做人工 太刻意 他不是 他說話的時候 開懷大笑 自然那條眼眉 就一上一落 這個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什麼 我姓在叫做真 是吧 就是你做自己 是吧 所以從香港來說 一是你給他一條紀錄片 真確的給他 我就記得很多年前 有一套電影叫做 《蘇斯王的世界》 50年代末 這個美國 名稱威廉何頓 他飾演了一個作家 這個作家走來香港找靈感 我記得他剛剛到了香港的時候 那個導演 是用那個叫做Point of View 他的視點 去走這個叫做灣仔街市 是吧 然後左望右望 拼來拼去 拼來拼去 他就看到街市那些青菜 街市那裡小販賣東西 是吧 然後走來走去 哇 周圍那些舊樓 那些招牌 是吧 這一堆的符號 是來自美國和英國 紐約和倫敦 是看不到的 走一走一走 咦 看到有個小販拿著一條蛇 原來那條蛇是不是吃蛇 是不是蛇膽 還是空一空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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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這些全部都是非常有動感的 還有香港特色的符號學 嗯 有些人說 喂不是 這個就等於他張藝謀灑狗血 或者叫做莫言的小說 向西方暴露 這個叫做香港華人文化 是吧 骯髒辣碳和噁心的一面目 這個是自卑感 是吧 但是那時候的香港的街市 確實是充滿動感 那裡的人雖然是吵吵 當街是叫做湯魚 或者是湯雞 這樣 這個唯一是你自己香港的特色 其實呢 就不是說纜車 海港 其實現在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東京 東京那個夜景不漂亮嗎 我最近去過東京走 人家有個鐵塔 是吧 人家那個東京鐵塔 用這個名字拍了兩套電影 一套紀念一個母親的 一個故事就是男女愛情 那這些符號影像 再加上那個東京 就有一種不止是文藝氣息 而且有一種人性的聯想 沒錯 最近這個字是非常之Hit 就叫做聯想 是 你也知道 中國人社會一旦掀起文字獄 這個叫做魯迅都說 阿Q 見到這個叫尼姑 是不是 不是說光頭 見到他一截手臂 就立刻想起女人的身體 想起女性的身體 就立刻聯想起 叫做性行為 嗯 這個中國人的聯想 是可以很恐怖的 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但是呢 你如果用在推銷marketing 好像這段片 那個聯想 這樣就似乎 貧乏一點 沒錯 陶先生 其實剛才你也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政府 他認為可以推銷的東西 以及外國遊客 認為香港吸引的東西 兩者並不相等 有一個真實的例子 是聽過的 一些日本的朋友 他說其實來到香港 他不是來玩迪士尼 對不起 東京的迪士尼 比你好玩 比你好多 巴黎有迪士尼 第二 美國 這個叫做 LA和 Orlando 都有迪士尼 什麼太平山 山頂 他們都不敢有興趣 什麼叫做購物 他們都不是重視 因為東京要購物 比你香港好很多 你猜不到 他最有興趣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中環街市當年的 因為呢 正正好像你說 威廉河頓 來到灣際街市 他們很想看看 他們日本沒有的 例如 那些生的雞 生活跳跳的魚 甚至田雞 怎樣可以在那裡擺賣 怎樣去宰殺 剝皮 那些人怎樣購買 你說奇趣鹿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他們感興趣的是這些 當然 你可能不想銷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記住 你面對那個客人 等於我們寫劇本 很多的戲 我都未必想寫的 不過有收視率 那我就寫 那這個就是那個Marketing 那現在這條片呢 除了一個主題不清晰之外 第二就是 你銷售一些 其實外國人 並不感興趣的東西 纜車Cable Card 不是他們未見過的 這些在西方 在歐洲大把 大把 在這裏叫葡萄牙 高鐵 你發高鐵來做什麼 全國大陸都有 這裏有歐洲之星 我們英國 日本又有新幹線 你銷個高鐵來做什麼 博物館 更加好笑 M加博物館 英國的博物館 你比大義博物館 和八角羅浮宮 日本也有很多 這個博物館 玩具博物館 什麼博物館 舉這個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你銷售一些外國人 比你更厲害的東西 那你銷售來做什麼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盲點 你不斷去銷售的東西 其實原來對方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們記得 這個英女王來香港 都走去中環街市 沒錯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還有後面的香港的小孩 就在個個笑面認人 英女王不會走去半島酒店 找西裝骨骨那些 走來慰問 因為半島和英女王 都是屬於同一文化體系 裡面的元素 但是英女王走去中國 香港人的基層 那個街市 他看到紅紅綠綠的東西 這個大開眼大 這個英國就沒有了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文化的認知 也是中國人一百幾十年來 很難和西方接軌的其中一個環節 所以整條片 我不是針對 他覺得肉華 他覺得這些東西 是不是自暴其短 這個很難和他們解釋 怎樣解釋 這是不是你自己的民族自卑感 所以你花多少錢 你找什麼人銷售 找什麼公司做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那個壽眾 這段英文 你也知道是英語世界 還有國際社會 沒錯 沒錯 你面對歐美 譬如英法 遊客 甚至意大利 這些國家 日本 他們的設施 他們的博物館 他們的科技 都全部高過你 你銷售它來做什麼 那是這樣的 那我回說 不要批評 不要緊 第一次是由特首出面 是來銷售 這個真的是一個賣點 我唯一一個賣點 就是李家超 他自己 我同意這個是賣點 我們看完這個英文 我們再看看普通話 這個叫國語的版本 就更加難 因為對於中國大陸的觀眾 他們不能夠想像 有一天 是習近平做了這個角色 我們來看看 你好 香港歡迎你 快來感受這個 國際大渡會的獨特美麗 現在香港以新之遇 新之間 新體驗 創造新優勢 看起新篇章 一起來重新探索 這個亞洲國際渡會吧 我們香港見 看完了 今天當然有很多 吹無求疵的 這個叫李家超先生的國語 普通話不標準 不重要 其實是不重要的 你這些普通話咬字清楚 怎麼清楚呢 現在普通話 在北京來說 已經是那些下三男 那些胡同 那些大媽 那些已經是成為主流 還有50年代 香港那些國語的 真是國語片明星 嚴俊 黃萊 這些 那口有貴氣的 北京已經有兩個世界 所以 不要吹無求疵 說別人的口音是不正的 嗯 但是 這一段 明顯是給中國大陸的遊客看 是的 那你就 有什麼賣點 他們會覺得 來香港 非要來不可呢 嗯 那 你想說 這個叫做符號鶴 是吧 但是最好就是掃到廣東那些 Gucci Viragamo Chanel 愛馬士 啪啪啪啪啪啪 但是我怕那裡有個版權問題 是 還有呢 始終你都是把那些 法國意大利的名牌 拿來和自己 配這個 真的 是 是吧 我不知道 可能會被一些小粉紅 說你是陽奴 是吧 說你是西方物質帝國主義的奴隸 等等 但是 不等於說你香港沒有東西銷售的 是吧 沒錯 陶先生 我就覺得這樣 如果你面對中國大陸的遊客 而是用普通話 那個內容就不同 剛才我說 面對歐美的遊客 那你就應該 又是以受眾為主 其實大陸人喜歡來香港做什麼呢 很多的例子就是 我聽過了 就要入馬場 因為香港只有跑馬賭博 他們沒有 那其實馬會 馬場跑馬是一個賣點 那另外當然就是 美食那些我不再多說 這些就是大陸的東西 那其實還有一些 大陸人喜歡來的 就是因為以往 香港殖民地的特色 我聽過以往 哎呀 特意要去半島酒店 high tea 殖民地 是啊 會不會這個東西 會給你一些小粉紅 說你 我不知道 我都說我不講政治 我講Marketing 我講怎樣去hit那些 就是受眾 因為你要知道 他們來香港 那一陣隨 其實難道貪你香港 歷史悠久嗎 就是貪你有高鐵嗎 不是啊 高鐵大陸沒有嗎 人家成坤鐵路 青藏鐵路都有 對不對 對呀 拔海拔三千多米 凍幾枝 整條鐵路 人家大陸都被拿出來威 對不對 現在你銷的西鐵高鐵 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特色 是啊 即是什麼特色呢 大陸的人下來怎樣呢 找明星 是 所以你串銷三個樣子 第一就是周潤發 這個叫上海灘 許民強 是不是 第二就是周星馳 這個叫審死官 和國產007 是人這套戲 不好意思 下的時期 第三就是現在最hit 就叫毒蝕大狀 王子華時期 是不是 這三個頭像 一串出來 大陸人覺得親切 沒錯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 其實以往 十幾二十年前 去韓國 都開始去追韓劇的拍攝 大長金 比如說 咖啡王子 最出名的咖啡室 現在還在 特意去那裡喝咖啡 以前講劇 都有很多這些地方 譬如 不知道 我經常開玩笑說 TVB我都寫過 那些男女分手去哪裡 去尖東海旁 他都不明白為什麼 分手要特意去尖東講分手 去大道不行 這些你可以賣 可以銷售 其實作為一個港劇 或者香港電影 無間道的天台 是啊 是不是 你可以銷售的 叫李家超 直接站在一個無間道的天台 辦梁朝偉都可以 一個你做辦梁朝偉 做了一個叫曾國衛 是啊 兩個背對背 或者叫阿sir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我們香港封關三年 是吧 同志們 姓兄弟們 我們等你封關三年以後 是吧 等了三年又三年 我們大家來擁抱吧 是吧 是吧 我剛才說的 香港式的普通話 是吧 抄翻無間道的封面 是吧 沒錯 是吧 隔壁找個保安局局長 是吧 或者你學雙虹 007那場戲 就是這樣 叫阿李家超 扮周星馳 拿著一杯Dry Martini 在豬肉桌上 叫阿曾國衛 拿著那一串 不知道什麼 鹹水草 那些豬肉 扮羅家英 走來 說這場戲 照做 要不去到盡 一定大陸爆 對嗎 是吧 我包你的小粉紅 和大陸的微博 微信 全部和你 一直沖洗到 這個呼和好特 和馬丹江 是吧 不怕你不看 就算你罵拿來笑 也好 起碼已經銷售了香港 香港 這個主題是什麼 主題就是 影視 是吧 因為香港的影視 對於中國大陸人來說 都是集體回憶 現在當然不行 現在就流浪地球 大家去 那 所以這件事 我跟他想 為什麼沒有做 會不會是怕 這個所謂的阿爺 是吧 因為現在就說 為什麼你的戲院 不做大陸 現在已經做港產片 如果有個廣告的經理 或者導演 一提這件事 周圍有些策略 就說不要 最近阿爺生氣 說香港的廣產片 那些戲院上得太多 不是吧 是啊 真的 都說不要了 即是說 香港人為什麼你看 毒蝕大狀 你不看流浪地球2 是吧 是吧 那流浪地球 跟香港無關 香港有沒有流浪 有 BNO那些就流浪 是吧 然後大量 乳血 拿著個行李箱 逼爆這個機場 就流浪 是吧 那你不想說這些 要不 就是 大陸人最缺乏 和香港 在殖民地時代 就有那件事 就叫法治 是 毒蝕大狀 這一場 就是 王子華 是不是很失意的時候 抬頭一望 就看到高等法院 那個頂 是吧 那個叫 綁著眼 那個女神 女神 是吧 拿著天平 是吧 這個就是香港法治的精神 是吧 嗯 綁著眼 這個呢 這個符號呢 也是對中國大陸的人 如果他們是兩面人的話 是吧 包括那些小粉紅 其實心裏面是期待的 司法獨立 還有有陪審團 所以這個宣傳呢 其實可以加長法庭的 其實這個畫面 因為大陸的法庭呢 跟香港不同的嘛 陪審員制度是殖民地 才有的 嗯 所以你裏面 可以其實 去法庭聽審 看下陪審團制度 這些又是 壞點來的 這裏沒有雙規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法治女神 綁著眼 那個呢 不是拉她打把 或者呢 那時候 跟她禁閉呢 是跟她問話的 是吧 就要解釋給那些大陸人聽 是吧 到底呢 這個符號呢 是代表了什麼 我們香港這裏呢 是有個所謂的 三權分立的所謂 等等 是吧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比較高層次的價值觀 是吧 是啊 今天我們已經講得太多了 這些其實呢 要收幾百萬呢 的顧問費呢 才會講的 不要緊的 我知道你很聰明的 你已經量過了 是吧 就算你免費聰明 她都做不到的 是吧 什麼原因呢 那大家眾所周知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 那多謝各位呢 支持這個風雲谷 和風雲會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但是怎樣都好 真是由這個叫李家超 粉墨登場 這件事呢 就真是 Eachyban 是 真是No.1 是 要幫她 加油 香港特首 加油 好啊 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好 下一集再會 再見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埋位 收聽 以及收聽 這個叫做風雲谷 當然呢 也都非常感謝各位 加入我們基本的訂閱 行列 我們已經是超過23萬 希望今年很快呢 是向這個 30萬 這條 目標呢 是挺前 當然呢 也都呢 叫做谷中有會 谷外呢 是有天 就是這個叫做風雲會 多謝各位的支持 近幾天呢 香港當然是風起雲庸 雖然這個動態清零 半途而廢 對不對 又有些新的東西 你猜不到 就是這個荒廢已久 其實都已經開始動工了 這個前啟德機場的用地 本來呢 就已經有些地產商非常空長 投資在建豪宅 而且也有香港人呢 滿心歡喜 他就製作業 誰知道 大惡了 晴天霹靂 中間呢 就殺出一件這樣東西 是什麼呢 本來 先記起前設 就是這個啟德的用地 本來是用來發展 叫做CBD2 第二的商業中心區 原本呢 政府當年 在吹奏CBD2的時候 就說 當時是會建一個單軌列車 來連結啟德機場用地 和市區 另外呢 也會興建很多的商業大廈 以及一些展覽設施等等 將它變成好像 金鐘灣仔一帶 這樣的商業中心發展區 但是隨著去年 這個單軌電車項目被殺停之後 還有這個郵輪碼頭 就是半死不活 的情況之下 現在呢 啟德這個用地 最新的發展 就是被選址 作為 輕建簡便公屋的地方 這就引起很多人的 洪洞 特別是 在這個啟德一帶 給了很多錢 買那些豪宅 或者是想著 他居住的環境 是另外一個商業中心區 就突然間變成公屋 是 變成公屋 就導致親中愛國 一位議員 楊永傑 醞釀去舉行遊行示威 當議員是要為民請來 我想他也是代表這些 是買了真正的私人樓宇 是這些新的業主的苦主 是 因為隔壁呢 是開這個 簡便公屋 一定會扯下樓價 是 但是這個時候 抗議呢 神秘呢 就那個 在醞釀的這個計劃 就胎死腹衝 就這個 楊永傑出來說 現在不夠了 跟著呢 我們看到 副政務司司長 這個卓永興 就出來 就 這個 訓事 香港 這些這樣的業主 意思是叫你們不要這麼自私 現在拯救 這個叫劏房基層的貧民 於水火之中 是當勞之急 還有 勉勵香港人 你又不記得了 王瞻 胡家輝那首 叫做獅子山下 是吧 什麼 同心協力 什麼突破崎嶇 是吧 什麼齊齊 什麼香港名居 就是 動之以浪漫和感情 你在這個道德高地來講 是吧 學這個叫毒蝕帶狀 頭那場戲 這個叫王子華 做裁判師 裁判官 有一個窮人 就走去 超級市場 偷了一些東西 是吧 價值呢 是20多元 然後他就求情 因為他父母 爸爸媽媽 要養病 我偷了一點點東西 啊官 誰知道這個毒蝕帶狀 窮 窮大了嗎 感情勒索 是吧 當然呢 他這部電影是講2002年 2002年呢 就還沒有感情勒索 這個新的名詞出現 也沒有這樣的認識 所以這部片裏面 都不是沒有破綻的 是啊 即是 同於這個叫 歷史不符 一旦你整個叫 感情勒索 喂 你們這樣 在這個叫 啟德 這個土地那裏 買了樓的 是不是你們歧視窮人呢 你們以前 窮過沒有呢 你們的父母啊 是吧 和阿爺下來的時候 誰不是難民呢 是吧 為什麼你們現在 是吧 拒絕和窮人呢 是和周共濟 你說到這樣呢 在道德上 在情感上 在浪漫上 就一定是對的 是吧 即是等於社會主義 一說到出來 為什麼貧富懸殊 為什麼有些人天生出來 含著一個 林茨庚出世 老爸去地產商幾千億 通家那些老叔那些 有沒有 為什麼人生而不平等 這個對於年輕人 一定是鼓動他們的熱血澎湃 然後上山找共產黨打游擊 是吧 這個一定是對的 是不是 嗯 辭平一些就看吧 事源就是網上有一篇潮文 就說自己身為苦主 就在啟德附近買了樓 但是突然間 輕軌沒有了 接著就CBD2也不成 結果就蓋檢藥公屋 他覺得被政府欺騙 上了一棟 是的 但是我又覺得 我們要看回地理狀況 這次蓋檢藥公屋的選址 是位於世運道近太子道東 其實跟機場跑道上的豪宅區 其實是有一點距離 真的不是在隔離 不過 你說會不會影響到樓價呢 這件事我不肯定 因為這些心理因素 就沒有辦法用數字去衡量 這個情況就有爭議 那究竟 好像你說 從實際的情況距離那麼遠 會不會影響到你呢 這個當然是未必 另外 你說從一個情感角度來說 喂 以往 半山都有麗德邨 赤柱都有公屋 必須要說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卓永興副師長這樣說 就完全錯過了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 確實在模仿前殖民地 這個叫做英國人管治的時候 英國人就有整個十九世紀 這個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經驗 他就在這個叫做渣甸山 大坑道 是 半山腰弄到麗德邨 不要以為是佔據整個維港的海景 只是由 富有的人 在百見時道 和謙德順道上面 那些都獨響 就算是赤柱 山明水壽 豪宅地區 是啊 都整了一塊 做這個叫做馬山村 嗯 照顧基層市民 這一招呢 其實最早就是 1967年暴動之後 在這個 博富林 是向南那邊 是建了一個叫做華富村 是 今時今日華富村旁邊 就建了一個叫做貝沙灣 是 貝沙灣的樓價 就不會因為呢 華富村呢 是走路十分鐘就到 就有所下降 不但是這樣 還著了一聲直線上升 嗯 那這一招由英國那裏呢 殖民地前政府那裏 模仿回來的呢 其實人家英國真是慈悲為壞 為什麼英國從來沒有法國這樣 爆發大革命呢 可以說這招就是秘密 杜先生你又說得對 有一次我和你去打邊爐呢 去了Peddington這個地方 是啊 倫敦啊 我走路的時候 我突然間 覺得很奇怪 在馬路的對面 是一座一座的獨立豪宅 Peddington出名的 就是這個叫做黃金地段 另外一邊 左手邊呢 就是一些很簡便的 你看就知道是公共房屋 是 他們兩者 對面而已 只是隔一條 大約四線左右的行車線的馬路 左邊是公屋 右邊是豪宅 英國也是這樣 是吧 所以這招呢 在英國前殖民地中主國 那裏模仿 學回來的 是吧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希望 向大陸推廣吧 對不對 比如說北京那些什麼 一環路二環路 是吧 希望中國政府 都向特區取經 不要一環路二環路 或者這叫做上海 外灘那裏的樓 是這麼貴 可以在外灘 或者叫做一環路 就在這個 王府 這個東方廣場那裏 對面 就製造一堆簡易的 簡易的公屋 是吧 給那些上訪的群眾 或者那些血汗工廠 那些工人在那裏扣子 等到他們走出來 都能看到天安門 分享那種自豪感 和氣熱 中國就不會 反而你說英國 真的像社會主義多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英國你買樓 如果同一個叫做樓盤 或者是小區 用大陸的說法 那它總有幾間 或者一部分 是留給那些叫做 Affordable House 你可以理解它是公屋 就是一些市價 定得低 而給低收入人士去購買 那你的屋苑 就算是豪宅 或者是很貴的 你也有幾間 是便宜的 而給那些收入低一點的人 入住 其實這種反而是 英國的社會主義傳統 所以這招學回來 在道德上 永遠是對的 因為那是高地 不過 這個叫做啟德 這幫苦主投訴 亦有它的理由 因為根據特區政府 它自己 多年前 這個叫做土木工程 托展處 那個網站 它在頒布啟德 那個發展大計的時候 首先 我們看看這張衛星的圖片 他們畫出來的範圍 當時怎麼說呢 那它裡面 就怎麼說呢 它說啟德發展計劃 規模龐大 項目多元 佔地面積超過320公頃 這個沒有問題 接著它說 該計劃秉承以人為本的原則 增強市民和海港的聯繫 為大約9萬名居民 提供優質生活環境 這叫做優質生活環境 令九龍城、黃大仙、觀塘等鄰近地區 再展活力之彩 另外呢 啟德發展計劃呢 是實用於可持續發展 啊 建成一個呢 叫做 維港伴富有特色 朝夕蓬勃 幽美動人及 與民共享的社區 那這些呢 你可以說 如果在消委會那裡 是可以投訴的 因為呢 是特區政府說明 這個是你自己白紙黑字 是這個叫做提供優質生活環境 這個有官司打 什麼叫做優質生活呢 是 在香港來說 優質生活 當然就是指 優等的物質生活 物質呢 就是錢 是吧 這樣呢 就 說得老老實實 現實些 是吧 這個呢 優質的生活 我們都知道在山頂 不用說了 山頂這個行大運 從頭到尾 同路程處理 是你應該是看不出居屋和公屋 這個呢 如果你這樣說呢 不如你在山頂的時候 其實你會走大運環島那裡 你走到三分之一 你會看到一個平台 那個叫做竹林砲台 我記得嗎 是呀 竹林砲台其實是一片平地 那裏留了 現在還有幾個 以前英军搜香港的时候的炮台残余 其实如果你说以卓库司长的逻辑 你就不要这么优待启德 让他们的业主有机会 和基层的贫民分享诗子山下精神 应该就在山顶那里照版主 把重林炮台铲平 然后在那一刻就建设几个临时居屋 简约甚至是方仓 看看劳吉道 和天比高 种植道有什么看法 陶先生 起码山顶那里 政府没有作出任何的 退销和承诺 刚才你提及的部分 是属于一个叫做《启动九龙东》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建立新一代的CBD 即是现在说的启德发展区的CBD2 里面说到这个是一个城中城的计划 里面除了有启德体育城 都会公园邮轮码头酒店住宅商业娱乐 里面 还说到这个邮轮码头到2023年 可以创造15到26亿港元 这个是邮轮码头创造16亿港元 15至26亿 15至26亿港元 现在能不能交货 但是能不能交货 所以这个叫做售楼书 这个叫做销毁户售网 商品条例 再讲详细一点 在同一个网站 同一个网站里面 叫做启德办事处 里面他勞列了 以下 这个地区当然有公共房屋 一个叫德朗村 一个叫启程村 两座小学一座中学 另外还有叫龙津石桥保育长郎 宋皇台公园 都计算了 这个是什么 海深公园 启德体育园 邮轮码头 六号干线 海斌花园 全部一辣 这个不仅是启德的旧跑道 是吧 就连附近那些都计算了 你看看这张清单 这张清单没有说 是要建减药房屋 没有啊 你说有两个叫公共房屋 公共房屋 德朗村 和启程村 我如果是个业主 我打算在那里 买新楼 我知道了 OK 那我有考虑 没得冤 是不是 那你说有这个叫做 龙津石桥 保育长郎 那当然是对 一说到保育长郎 就当然是山明水秀 对不对 所以值那么多钱 还有宋皇台公园 还有海深公园 还有邮轮码头 那所以我看过这个list 里面的item 我觉得满意 我才落搭 是买楼 如果你说那时候在那里 多夹一样 还会有 叫做简约公屋 是吧 即是呢 随起随搭 还有呢 是可能 香港遇到大型的国际瘟疫 的时候 有可能在这里 建了荒仓 你最重要是说 说了之后 我可以充满爱心 照样在这里买楼 还身为家长 跟小孩子说 是吧 千万不要 现在爸爸 是 以身作则 是吧 我们呢 是要大爱包容 是吧 你如果出 本来 在这个网页那里 是说得清清楚了 是没有事 但是你也没有说 是啊 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说契约精神的 一个文明的城市 所以 以业主来说 他是有理由 就是说 你特区政府 讲到明 啟德 发展用地 有这么大的 规模 里面有这么多个item 你当日没有讲到 说会 建一样东西 叫做 临时 公屋 简约公屋 简约 但是呢 你说的嘛 当初 压多 是不是 你这些是潜建的 但是另外一个 就是叫做 没有找数 就是那个单轨的铁路 因为呢 你也知道 香港的楼价 是取决于 铁路 或者地铁路 如果你的楼盘 是在地铁站上盖 和出口是向着你的 那个楼价一定是 很硬正 这个大家心知肚明 甚至如果 未来的地铁 都会起到那个区 那个楼价 都会高一点 收购价也会高一点 好像之前 土瓜环一带 或者是去到西环 这些铁路可以去到 那边大学站那边 那边的楼价都当时不同了 但是在当初 这个启动九龙东的时候 政府吹到 有这个单轨铁路 连接什么呢 连接官堂 九龙湾 再去到 启德的 CBD 当时就因为受惠于这个希望 很多人就在那个原线 或者是这个 这个一带 就置业 因为 想着如果真的 建立单轨铁路 等于地铁效应 那就会升值 但是最后 去年应该是 因为成本太高 好像过百亿 于是就取消了这个单轨铁路 这个才是要命啊 我觉得 严格来说 如果取消了 在这个政府网页 公开的售楼书 可以说 里面你列明 将会有这样的优惠 业主已经可以回水 可以是由 透过 销委会出头 控告 这个叫土木托展处 和特区政府 因为以往 我记得有一些楼盘 他说过 因为商场 会有一条通道 连接屋苑 直去铁路 如果 最后是没有起 结果都有官司 特区政府 很多时候 针对的 售楼书 你都走去警告 市民 看到售楼书 幻灯片 电脑模仪 的模型 是要写明的 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 这个是鸡棚 是海市巡楼的幻影 特区政府 都善意提醒 你现在带头去 丹鬼掉到哪里 是吧 有宋黄台 长廊 海深公园 其他那些 是吧 我在启德买了房子的业主 我说这条戏不信 是完全有理由的 这个呢 不要说是邮轮码头 你说要创造这个16亿 至25亿 我打算是科鱼轮 转转的 是吧 我帮着两栋 邮轮 然后那个 阳台 一望望出去 真是心抗神移 那个邮轮 是令到我 那个小孩 是读书 用功 爸爸 爸爸 你看看 将来 你读书 明年 考第一 立刻和你过对面 就在那个邮轮上 英国的 或者叫美国的 这个叫 伊利沙白皇后号 鑽石公主号 第三只叫做维多利亚号 那个小孩看到有邮轮 爸爸 我知道我会读书了 我考第一 现在没有了邮轮 空吵吵吵吵吵吵 小孩看出来 没了心 这个精神赔偿 到底怎么计算 所以其实计算上来 虎主不是只有这帮业主 虎主不是说 争人富贵厌人贫 这个不是贫富道德问题 很多这些虎主 精神违反的问题 这些很多虎主 对政府是很有信心 或者爱国爱港 你记不记得新田购物城 你又记不记得 这个 游轮码头里面的商户 很多 做了这么久 十失九空 然后血本无归 没有声出的 难道你去示威吗 你示威你就是黑暴 之前你骂过黑暴的 你们这帮人 是不是 你们这帮人是 就是反对这些黑暴 如果你们搞的示威 抗议你们就变了黑暴 全是违反国安法 所以他们硬吃的 现在他们这帮苦主 这次议员 强调杨永杰 也立即缩回一条杠 我当然不怪他 是不是有这个 港版国安法 梁爱斯说 头顶有刀 抗什么意 有什么行 你现在想死 是不是 所以 但是现在 你这帮人 这个用地 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 是的 所以 现在 CBD2 大家就 将它 将它降格 不要想得 这么理想 就可以了 现在风雨飘摇的时候 又说 楼价是受压 出现 这个叫 用银煮盘 你现在当初 是弄了这样的东西 是 那你怎样 向香港本地的人 说好香港的故事 我不知道 还有地产商 不断播这个叫 狮子山下 可不可以止咳 地产商 地产商也是股主来的 他们买地 他们建房 下次你叫他们怎么投标 他们下次再投地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 问政府 你建不建简约公屋 在我隔离宅界那里 建不建简约公屋 建不建封人院 建不建外资病医院 是不是 建不建 变性手术的 专科医院 这四个 我刚才问 全部是中性的 没有任何道德判断 但是你说就可以了 OK 是不是 说了之后 我作出一个决定 或者你说了之后 我拥药买 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些 变相的售楼书 政府的网页 都说清楚 是不是 没有说的 你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喂大哥 是不是 喂 难怪很多 蓝丝或者 父母 不如去大湾区 宁愿去大湾区 起码大湾区 他不会开了 把空投资票给你 不找数 是不是 那别人说 真是 最多是恒大不找数 不是共产党不找数 共产党不找数 共产党宁愿找对数 是不是 现在你的特区政府 这个叫土木托尖处 那个网站 罗列出来的 很多都找不到数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些什么 千万不要看少 简约公屋的居民 知道吗 如果根据 很多 很多朋友说 公共屋邨里面的消费力 才是高 因为 租金 便宜 赚很多钱 真是 现兜兜 很多 你明白的 是不是 为了 亏比一些 即是说 简约公屋外面的停车场 可能将来 拍满Benz 你不要笑真是 很多公共屋邨 全部是靓车 这样 那些超炮也有一两部 Tesla那些更加 不用说 所以很多人 其实在公屋 叫做什么 门声发大财 所以不要看少 简约公屋 所以我勸喻 写潮文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或者其实已经买了房子的 这些豪宅的 所谓库户 其实 你们才是 窮人 因为你们要 公屋那层 公屋几十年 每个月公屋 你们哪有现金 看来选择公屋 那些才是有钱 那些才是有钱人 人家歧视你 到时喝茶 所以我们风云谷 非常耻敏 多谢各位收看 欢迎各位 加入风云梅 和风云谷 如果未订阅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的通知 走不愉快 拜拜 下次节目时间 星期一 每集收看人次 平均超过二十万 而订阅人数 亦向三十万进发 风云谷 是完全免费播放 我们两位主持人 陶杰 和白韦聪 就算长途不舍 都要坐在一起 做节目 目的就是为了 尽善尽美 在新的一年 风云谷 会推出频道会员制 加入的会员 除了专享风云谷 会员专属影片之外 还会有专为会员而设的 特别内容 外景特輯 和直播互动等等 而我们也筹备专为会员而设的 限量珍藏纪念品 当然不少得得意可恶的 风云猫 陶杉 和鲍sir 亲笔签名的postcard等等 作为对于大家 长期支持风云谷的一点心意 各位想做频道会员 很简单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栏 点击最上面的连结 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刚才提到的会员专享之外 你还可以在直播 或者首播时段 使用专为各位会员而设的 途生sticker 下一阶段 更加会有爆sir 和风云猫的sticker 而在你的名字旁边 会有一个很特别的 频道会员分帐 这一点 都是我们对于各位支持者的 小小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还可以同时加入 陶杰patreon 和霸卫冲 冲心直说的patreon 两位的patreon 除了1-6 风云谷的声音版 共各位下载 随时收听之外 亦有陶生 和爆sir 更多的文章 和节目 和大家细细声 密密执 我们相信 有大家的支持 风云谷团队 一定能够越做越好 我们期待 和大家一起携手 范山月嶺 走到黎明来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 和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